魏国卢州 是阳城东城内 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五年多的疆域 早已习惯了现在的这个世界有妖 有魔 也有仙人的情况 作为穿越者 疆域来到这个世界时 便觉醒了系统 天命系统 这个天命系统 可以让疆域推演一个人的过去未来 只是有着限制 推演是需要消耗积分的 被推演者的修为或者天赋越高 消耗的积分就越多 积分是可以通过向系统进行献祭的方式来获取 无论是法宝 丹药 天才地宝 只要有灵气的宝物就可以和系统兑换积分 但是疆域只能用这个系统 为别人推演天命 却无法给自己推演天命 疆域还发现这系统好像有点问题 那就是这天命系统会逼着自己和被推演之人说实话 若隐瞒 便奖励三在天法 便是神仙去度 也是九死一生 疆域知道自己可顶不住 反而泄露天机 他获得的惩罚居然是加功德 还能从被推演者的人生中获得额外特殊锦利 天命系统要求疆域每天至少为三个人推演天命 而且自己主动去找别人算命不行 只能等别人来找他 每日投三次别人要求的天命推演 他不能拒绝 本来今日疆域还在为算命次数发愁 但是现在疆域看着面前之人 内心只想快速地溜走 因为此时站在他面前之人 竟是万妖国至尊天魔主屠杉兰 疆域内心苦涩地吞咽着口水 转身想溜 只是一转身就看到屠杉兰的两名侍女 不知何时站在了他的身后 江玉只能回头看向屠杉兰 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说道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屠杉兰只是淡淡地说道 可我是妖 听到这好有道理的话 江玉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江玉还想继续挣扎的时候 屠杉兰缓缓说道 屁我算卦 或者死 江玉立刻拿出纸笔 双手恭敬奉上 说道 请刺字 屠杉兰抬起右手 仙长白葱的手指 在纸上勾勒出一个煞气腾腾的沙子 江玉很明智的当作没看到 直接开始推演天命 可是当江玉看到天命系统上的提示 直接傻了眼 因为上面写着 是否为屠杉兰推演天命 本次推演需要消耗一点天命积分 江玉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天命推演 居然需要消耗这么多积分的 而他来这个世界 五年多攒下的积分 还不够一个零透的 虽然江玉能理解 为什么需要消耗这么多 但是此时还是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对面屠杉兰看到江玉 结果自己的字后就愣在那里了 顿时感觉江玉也不过是耳耳之辈 缓缓开口说道 算不出来吗 既然如此 剑奴 杀了他 奉剑的侍女向前一步 江玉感受到来自剑奴犀利的杀气 脸一沉 冷笑道 谁和你说我算不出来的 怕的是我算得出来 天魔主确实听不起 屠杉兰听到此话 问道 小先生要什么挂金 江玉回答 若是天魔主愿意以整个万妖国做我的挂金 或许我可以 还没等江玉说完 屠杉兰直接说道 剑奴 杀了他 看到那剑奴手拿着剑 就要向自己冲了过来 死亡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江玉急忙说道 等等 等等 虽然天魔主覆不出挂金 但是我可以为你推演一脚未来 帮你看看千年之后 自己创下何等丰功伟绩 难道你就不想看看千年之后的你还是你吗 屠杉兰听到此话 一摆手 制止了剑奴 江玉心中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知道自己最后一句话勾起了屠杉兰的好奇 因为这关系到屠杉兰身上一则隐 屠杉兰好奇地问道 你算得出我千年之后的事 江玉故作自信地说道 可以一试 因为江玉内心想到自己可以选择一个人的天命 全部推演 或者只是选择推演部分天命 之前江玉担心自己看到屠杉兰身上不该看到的未来 但是事到如今 也只能放手一试了 天命系统上提示 你已选择为屠杉兰分段式推演天命 推演一千年后的十年天命 本次推演消耗 一百万天命积分 看到这个提示后 江玉向屠杉兰爆出自己的挂金 一键下品盗器 或者五百万零食 屠杉兰有些意外地看了看江玉 但是也没有多说话 从腰间取下一个小葫芦 手指一指 落到了江玉面前 江玉检查一番后 便开始了推演天命 一千年后 屠杉兰在赤峡谷奶娃 仅仅第一条天命信息 就让江玉瞬间呆滞了起来 奶娃 这万妖国至尊 人族梦魇的天魔主一千年后 竟然满脸幸福地在奶娃 是谁这么有本事啊 还没等江玉从第一条天命信息中缓过神来 第二条天命信息就出现在她的脑海中了 一千零一年 屠杉兰正头疼大儿子的教育类问题 这小混蛋不想学她的杀法之道 竟然要学她爹那毫无用处的挂博之道 这让她很生气 一千零二年后 屠杉兰开始正在教导二女 三女的修行 并对他们的天赋感到无比的欣慰 一千零三年后 屠杉兰的四子抓周时 抓了她爹当年写着《只言学妙艺区》里 不说寻常半句虚的两杆番旗 她很生气 明明准备了辅月勾插刀剑戟之类 各是各样的神兵灵宝 一千零四年后 屠杉兰肚子里第五个孩子 今年还没有出生的迹象 让她隐隐地开始担心起来 一千零五年后 后面的几条天命信息 都是屠杉兰的育儿心得 唯有最后一天命信息有了变化 一千年零一十年后 屠杉兰的夫君江玉 从黄泉府回到了赤霞谷 这让她很高兴 但是在亲热的时候 她敏锐的嗅觉闻到 江玉身上有其他女人的味道 江玉在看到这几条天命信息时 表情从呆愣到不解 再到惊恐 最后千言万语成了一个字 干 江玉还想着 看看未来的自己 会不会被这女魔头弄死 如果不好的话 可以付出一些代价 为其改命 但是当她看到所需消耗的功德 不由的冷汗直流 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系统上提示 屠杉兰目前功德为负一千一百二十五万 如果为其改命 自己还需要消耗一百万 江玉内心则是感慨道 这女魔究竟做过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付一千多万的功德 她怎么没有被天罚批死啊 自己这些年积攒的功德 压根连为她改命的灵透都不够 屠杉兰轻声道 小先生 可算出什么了 听到屠杉兰如此悦耳的声音 江玉知道自己若如实相告 下一刻屠杉兰就会吩咐手下将其杀死 而这个时候 系统的提示仿佛催命符一样推促着她做出选择 您亏是天命 您可以选择隐瞒天机 奖励 功德减一百万 九重天罚灌顶而死 您也可以选择泄露天机 惩罚 功德加一百万 以及以下惩罚中选择一项 一图杉兰的育儿心得 二杂术调教夫君的一万种方法 三半块玉佩 看到这个提示 江玉不由的遗政 往常她给别人推演天命 若是选择隐瞒天机 所受的惩罚虽然是三在天罚 可系统也没说是必死的选项啊 可这一次 自己一定撑不过去 死定了 然后江玉看向那三项奖励 都是什么鬼 纠结半天的江玉 只好选择第三项赌一把了 系统提示 没有任何灵力波动的反品预配 不知为何只剩下残缺的半块 沾染了涂山兰的气息 似乎隐瞒着与涂山兰有关的隐秘 持此半块预配者 可无条件让涂山兰做一件事 江玉看完之后 面色一喜 按道有救 这时涂山兰见江玉久久未遇 微微不耐烦地再次问道 小先生为何沉默不言 莫不是在欺骗我 江玉平复了一下内心波动 面露微笑地拱手道 恭喜魔主 贺喜魔主 涂山兰皱起眉头问道 何喜之友 江玉继续说道 魔主千年后 姻缘美满 欲有二子二女 腹中尚有一喜 听到此话 涂山兰身上爆发出滔天魔气 眼眸中杀鸡避现 江玉却仿佛没有察觉一样 面色平静继续说道 大子早会聪颖 学八卦周易之术 通阴阳五行之力 古今之世皆在执掌之间 二女 三女 孪生双子 天资惊艳 生儿变小神通 掌杀伐之道 有朕一世天骄之姿 四子年幼 未曾修行 却生先天圣人之相 先天圣体无尘 天生重铜 五仙护体 五鬼开道 万仙皆传香火气 五子尚在腹中 却有先天子气蕴含胎内 黄道龙脉频频固守回眸 乃天定人黄之相 江玉每说一句话 屠山蓝身上煞气便更重几分 犹如看着死人一样的看向江玉 缓缓开口道 你可知这胡言乱语的代价 江玉微微一笑 伸手指天说道 若我胡言 天验之 话音刚落 天空中 一道惊雷响起 巨大的雷电滑破天空 屠山蓝面无表情的看着江玉 说道 既然如此 小先生不妨说说 是何种男人 竟能让我清晰 江玉袖袍一抖落 右手指向自己说道 不才 正是在下 屠山蓝瞳孔微缩 而他身后的剑奴听到江玉的话后 拔剑向前走 打算将江玉斩首于此 屠山蓝缓缓举起右手 冷漠地说道 小先生 怕是算得不准 江玉并不怀疑屠山蓝杀他的决心 急忙从怀中将那半块玉佩取出 开口道 算得准 算得不准 还请天魔主先看过此物再说 当屠山蓝看到江玉所出示的半块玉佩 身上的滔天杀气瞬间一致 疑惑地问道 这块玉 为什么在你的身上 江玉首持玉佩 说道 在下听闻持玉者可让天魔主无条件答应一件事 此事可是真 屠山蓝脸色微沉 沉默不语 江玉继续说道 便让天魔主与我成亲也可 屠山蓝淡淡地说道 可 他的这个回答 让江玉一愣 连成亲都行 还没等江玉回过神 屠山蓝瞬间来到了江玉面前 轻挑江玉的下巴 仔细端向一番 点头道 仔细看看 小先生倒还算俊俏 不过这卦怕还是算不准 随后屠山蓝伸手一招 江玉手中的半块玉佩 便落在了他的手中 江玉感觉到自己被挑衅了 问道 何出此言 屠山蓝在江玉耳边轻声说道 因为我会带你回万妖国拜堂成亲 不过我也只答应你成亲 洞房花竹叶 就请小先生赴死吧 小先生死期不过今年之内 何谈千年后之事 你说你这卦 准是不准 江玉的心中无数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立即说道 我刚刚不过是拿着玉佩问了一句 并未打算许下这个愿望 还请魔主江玉佩还我 我重新想想 屠山蓝皮笑若不笑地看着江玉说道 呵呵 你觉得呢 随后屠山蓝向身后剑奴吩咐 将他带回万妖国 江玉看着两名剑奴向自己靠近 咬牙切齿道 你这女魔头 谁取谁倒霉 若我将来得了功德 定改命中此劫 说着便从怀中取出一张纸符 恰于双指中 江玉大喊一声再见 便瞬间消失于众人面前 屠山蓝看到江玉消失后 目露惊异难难道 他那张符 是那老龙的手段 这挂师竟能让日月湖的那只老龙 为他画一张保命符 到底是何许人也 一旁的剑奴俯身下跪开口道 魔主 是否需要属下将人抓回来 屠山蓝微微憨手 留他性命 将他带回万妖国 随后向日月湖走去了 魏国天南山里 有一条大江明月玉华江 峡谷内一条玉华江分支的小溪 平静的溪面传来扑通一声 江玉狼狈的从小溪里面爬了起来 口中则是无奈道 真倒霉啊 随后又想到自己 刚刚消耗的那张黄符 顿时泪流满面 内心十分的苦涩 那张保命符 是自己在日月湖做客办的多月 才从老龙那里忽悠来的 没想到今天就使用了 江玉一想到屠山蓝 脸上说不出来的黑 都闹道 屠山蓝 你等着 等我狗个千年万年 天下无敌了 一定不会放过你 然后想到千年之后 屠山蓝会嫁给自己 还给自己生了五个孩子 这报复方式也不错 但是一想到那女魔头 杀人不眨眼的样子 江玉忍不住寒颤一下 内心想到算了算了 这个真要不起 还是努力积攒功德 把这命述改了吧 随后江玉便起身看了看四周 一边疑惑这是哪里 一边向山林深处走去 半月之后 天南山岭的山林间 一只体型庞大的猛虎 及时在山林之间 江玉骑成在这虎巾宽大的背上 手上拿着一张羊皮卷 男男道 终于快要离开天南山岭了 经过这半个月 他早已知晓自己身处何地 没想到老龙的万里神行符 竟是把自己传到了 这卫国境外附近 渺无人烟的地方 但是这卫国离万妖国很近 江玉是不敢回去了 现在只能转到去秦国 这半个月来 江玉为这山林间的金怪 推演天命 得亏此地开了灵志 有了道行的金怪不算少 不然每天三个指标都完不成 而且还得了这么一大楼宝贝 江玉之所以能够在这天南山岭混得风生水起 是因为算出将来这里要出一位正统的神 待到那时 眼前的这些金怪 都是那位正神的班底 最终想得一方相互 只是可惜江玉没有算出来 那位出身天南山岭的正神是谁 江玉打算将来再来看看 片刻后 虎精载着江玉来到玉华江前 江面辽阔 水流湍急无比 江玉看向虎精说道 江水凶险 就是有船恐怕也过不去 虎兄 你真有办法让我渡江 虎精嘀吼一声像是回应江玉 随后迈着步子来到江边 发出了一声震聋发聩的虎啸声 只见江面翻起滚滚浪花 大江之下 一道庞然大雾的黑影泼水而出 江玉看向江水之中的庞然大雾 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几步 发出感慨 我去 片刻之后 那庞然大雾浮出水面 翻涌的江水打在岸堤上卷起道道浪花 那是一只犹如巨州的巨龟 巨龟口吐人语 和人打搅老夫清修 显然这只巨龟已经炼化喉尖横骨 是一个道横颇深的大妖 巨龟脑袋朝着下方岸边看去 目光很快落在虎精旁边的江玉身上 巨龟缓缓开口道 听闻这些十日山中来了位挂布的先生 为这天南山领不少山也精怪开掷 可是先生 不知先生怎么称虎 江玉连忙回礼道 在下姓江 巨龟颇懂人类礼数 客客气气地问道 不知先生来老夫这里 是为何事 江玉旁边的虎精嘀吼一声 巨龟微微汗手道 原来先生是要渡河 这是小事 若是先生不闲 老夫愿为先生逮捕 在先生过河 江玉说道 怎敢叨扰 巨龟轻声笑道 先生不必在意 这天南山领难得来一位高人 老夫也结个善缘 愿与先生结识一番 听到巨龟已如此说了 江玉便不再推脱 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在下就不客气了 玉华将江水湍急 两侧峭壁耸立 不时可以看到飞鸟整齐 从天空滑翔而过 江玉盘膝坐在巨龟背上 看着江水两岸 江风吹拂着发丝 道也惬意 这时巨龟询问 不知先生要去往何处 江玉说道 去秦国 巨龟听到江玉的目的地后 语气有些古怪道 先生去秦国 可是有要紧事 江玉回道 没什么要紧事 在下游历四方 走到哪便算哪 巨龟开口继续说道 既然如此 老夫劝先生一句 这些日子最好还是不要去秦国 江玉微微一正 询问道 老丈何出此言 巨龟答道 先生既然懂挂波之道 为何不向大秦那边望一望气呢 江玉顿时有些尴尬 他的挂波之道全靠系统推演 哪里懂得面向 旺气 六人六摇这些 不过江玉脑子转得快 立即说道 这一朝气韵 还是少观望为好 巨龟不已有他 因为这挂波之道 是隋己之道 窥探天机是有很多忌讳的 所以开口说道 先生说的是 老夫多言了 随后巨龟变向江玉解释道 这秦国前些年道还好 秦国君主虽不是雄才大略的名 但也是守城的中庸之主 再加上与江海龙王建交 这些年一直风调与顺 百姓们的日子过得倒也还好 只是七年前 这秦国君主被一妖女迷了心智 为了接妖女入宫 竟是废了原本贤良淑德的皇后 这些年沉迷酒色 不理朝政 更是横征暴敛 大修土木 听闻皇宫之中建了一座九十肉林 堪比人间仙迹 巨龟泽泽了几声 继续说道 总而言之 秦国现如今并不太平 霍乱四起 先生若去秦国不是吉士 最好还是不要去了 江玉并不是顽固之人 回道 多谢老丈提点 在下记住了 但是江玉还是要渡这个御华江的 毕竟往回走是魏国 魏国与万妖国接壤 江玉现在是不敢回去 巨龟劝过一句后 便也不再说此事 而是和江玉闲聊起来 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但是江玉总觉得巨龟 似乎是想要问些什么 又不太好意思开口 半个时辰后 巨龟在这江玉就来到了江中心 忽然江玉发现水面之下有动静 一道道阴影浮出水面 竟然是一些体型庞大的鱼虾螃蟹 显然这些都不是普通的江仙 而是有些道行的妖物 巨龟此时笑着解释的 先生勿怪 这些都是老夫的徒子徒孙 只是听闻先生在天南山陵 点拨山野精怪的事迹 也想来讨要个机缘 若是先生不喜 老夫这就让他们散去 江玉想到自己 今日三个指标还没有完成 说道 无妨 相见便是有缘 只是这命中定数未必尽如人意 巨龟呵呵一笑 水中四足轻轻摆动 驱散这江中水腰 对江玉开口道 既然先生都这么说了 老夫厚言 还请先生为我拨上一挂 江玉想到兜兜转转大半天 这巨龟终于是提出 自己想要问的事情了 江玉微微一笑 心中倒是也不意外 巨龟看到江玉这副表情 知晓自己的小心思被看穿了 苦笑道 先生勿怪 老夫知晓此举冒昧 只是有一个问题困扰了老夫大半生 难得遇到先生这般高人 若是错过 恐怕后悔终生 不过还请先生放心 老夫纵横玉华将一千二百余年 些许宝物还是有的 全当做先生的挂金了 江玉问道 不知什么问题困扰老丈 巨龟探道 老夫自开治以来 修行一千二百年 一生行善积德 并无作恶之举 玉华将两岸 多有老夫祠堂 都是受老夫照顾的村民自行修建 也算是得了些香火 可千年功满 老夫修为再无长进 一身气血更是开始亏损 却迟迟不见画龙节制 老夫所求 不过画龙一事 敢问先生 老夫可否能画龙 江玉听完巨龟的话语 内心一正 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按理说 这巨龟要是到了 即将画龙的境界 它的躯体应该有一些龙化的特征了 可这巨龟除了体型庞大之外 一点龙化的特征都没有 显然是完全没有摸到画龙的边 江玉心中隐隐生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些年来的经验告诉江玉 这次天命推演 恐怕结果不会太好 若是寻常想要 倒还好 可这巨龟是千年倒横的老妖 实力根本不是江玉可以抗衡的 更何况 他还在人家背上 江玉面色发苦 有些想要拒绝 但是系统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然后江玉对着巨龟说道 老丈 事先说明 在下挂金可是不菲 江玉试图以高额的挂金下退对方 但是巨龟反而大喜地说道 先生尽管开口 江玉顿时哑口无言 内心无奈地想道 真是奇了怪了 每个找他补挂的人 都这么有钱的吗 推演天命需要媒介 江玉一般都是让对方写一个字 只是这巨龟还未划行 是没有办法写字 最终江玉拿着巨龟脱落的龟甲 开始推演 是否为玉华江无倍将推演天命 本次推演需要消耗 三万点天命积分 江玉向巨龟开出自己的挂金 三十万零食 三十万零食其实可以兑换六万天命积分 但是江玉遇到不想算的挂 挂金永远都是超级加倍的 巨龟听到这个数字有点傻眼 这挂金确实是贵啊 虽然他这些年一直在玉华江前修 也积攒了一些宝物 但是零食的话还真拿不出来这么多 随后巨龟很下心来 张嘴一吐 吐出一颗翠绿色的珠子 巨龟缓缓说道 这颗青玉莲子 乃一株万年圣药之果实 可够先生挂金 江玉用系统检查一下 其物青玉莲子 可兑换八万天命积分 随后点头说道 够了 事到如今 江玉也没有了拒绝的借口了 便开始了天命推验 零岁 一只乌龟诞生于天南山岭玉华江 六十岁 乌龟误食一株青玉莲子 意外开启灵智 自名乌贝将 两百岁 乌贝将在玉华江兴风作浪 吞食活人精血 修行进度一日千里 五百岁 乌贝将得高人指点 玉修香火洗去妖气 开始在秦 为两国掳掠凡人 圈养人族修建影词 八百岁 太清和小龙王路过玉华江 发现了乌贝将的恶性 怒而出手 乌贝将侥幸逃脱 但是被打伤了根基 修为再难进步 一千两百零一岁 乌贝将苦求画龙姬元而不得 妄图得到人君风证 与秦国妖妃勾结 掳掠流明 炼制人血之丹 一千两百零四岁 乌贝将听闻天南山岭来了一位人族高人 希望求一番指点 却被一语道破必死之命 大怒之下御将其投入玉华江底 镇压千年 却被高人破了银瓷香火 天罚加身而亡 将欲内心一正 难怪这巨龟一千二百年的修为 却至今没有画龙 压根就是他不敢 他一直用银瓷香火遮掩天机 躲避天劫 一身杀孽 如何渡得了画龙姐 系统这事继续提示 您亏是了天命 你可以选择隐瞒天机 奖励 功德减三万 九夜天罚 您亏是了天命 您可以选择泄露天命 惩罚 功德加三万 以及以下惩罚中选择一项 要乌背将香火成神道的感悟 二单术 血单济炼之法 三神通玉水之术 江玉看着这三个奖励 微微思考之后 便是选择了第三项 这时乌背将急促的声音 在江玉耳边响起 先生 老夫可有画龙契机 江玉深吸一口气 淡淡道 你或许低估了在下的本领 一身杀液 找我算刮 乌背将 你当真好大的胆子 聚归内心一颤 震惊江玉竟知晓自己的本名 这些年乌背将为了 躲避清水和小龙王 一直低调行事 为何此人会知道自己的名讳 莫非此人挂拨之术 竟已经通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算出来的 随后乌背将故作镇定 沉声道 先生 老夫只问自身画龙契机 至于其他事 老夫未曾让先生算过 先生可是收了挂金的 江玉文言大笑了起来 片刻后开口道 画龙契机 你既然求画龙契机 那我便给你这契机 画龙节 你敢不还是不敢 乌背将心中隐隐 升起不好之感 先生此番话 是何意 江玉淡淡回道 我愿折损自身功德 为你输一封告天书 上本上仓 伺你一场画龙机遇 江玉的话语 非但没有让乌背将高兴 反而流露出惊恐之色 怒喝道 老夫好心在你过河 你怎恩将仇报 你们人族修士 就是这般背信弃义之辈目 江玉充耳不闻 双手持礼 向天作义一拜 弟子江玉 拜请玄天雷法天尊 金文玉华将老龟乌背将 前修一千二百年有余 积德行审 苦修功德 江玉上表的玄天雷法天尊 乃是传说中 执掌天结雷法的正统神之 随着江玉字字道出 原本晴朗的天空 开始逐渐风云变化 乌云将至 天空中轰鸣声不绝于耳 乌背将内心 生出一股极强的危机感 眼神变得恐惧起来 不敢相信此人 竟然会用请神术 而且还请的是玄天雷法天尊 乌背将大怒道 好个小儿 老夫对你一片好心 你怎敢如此 乌背将咆哮不止 扭头张开那血盆大口 药将江玉一口吞入腹中 可江玉傲立在归背之上 神情丝毫不拒 大喝道 天尊在上 功德在握 萧小之辈 安敢害我 乌背将恨得牙都快咬碎了 可是却不敢继续吞噬江玉 因为这化龙结是江玉请来的 这个时候若是乌背将吃了江玉 那这个结束乌背将必死无疑 就在此时 江玉的告天书也临近尾声 良善之辈 自有天赏 唯恶之辈 自有天乏 请君斟酌 江玉指天一鹤后 天空乌云顿时轰鸣一声 条条紫雷如蛇般游走天际 化龙结 已至 随后江玉看向乌背将 大笑道 乌背将 你不是向我讨挂吗 我生平断挂 不言半虚 今日此地 你将葬身于这化龙结术之下 天道昭昭 报应不爽 江玉大笑一声 纵身朝江中一跃 得了御水之术的江玉 可在水下行动自如 但是因为自身修为 还未到今生不漏的境界 需隔一段时间上来 换口气才行 但是应付眼前的情形 还是足够了 江玉悄悄浮出水面 远远看向乌背将度化龙结 可乌背将身周 营绕着淡淡烟火气 这烟火气隐约可见 万民朝拜之景 朦胧间似有声音传来 功德无量玉华乌背大仙 救苦救难无上 今生乌背菩萨 当天雷落下 轰在乌背将身上时 却被这烟火气 尽数抵消化解 乌背将心疼不已 这些香火 乃是他数百年的积累 不曾想今朝消耗如此之多 但是若能够就此度过化龙结 那一切便都值得 乌背将想到江玉 内心力声道 将性小二 这场机缘 老夫接下了 乌背将凝重地 看向天空中的雷云 准备迎接下一波天结 可就在此时 他突然察觉到 江玉正站在不远处的江面上 看向此处 乌背将心中生起不好之感 果不其然 只见江玉 朝他微雷已想 然后抬起右手 食指与中指并起 指尖淡淡金光 朝他摇摇一指 口中念道 银瓷香火 妖邪之道 乌背不容 散去 散去 这金光乃是江玉 一身功德所宁 砖破邪望 当金光落在乌背将 深周营绕的银瓷香火之时 仿佛一团火落入雪中 瞬间冰雪融化 乌背将眼睁睁 看着自己积累千年的香火 被一招破去 急火攻心之下 一口血吐出 尖声咆哮道 江姓小儿 老夫与你不共戴天 江玉指了指天 冷笑道 没有了银瓷香火护身 我看你怎么渡劫 乌背将没有了银瓷香火护身 身上萦绕的淡淡血傻之气 瞬间便被这天结所感应 劫云续域之间膨胀了数倍不止 这天结已成天罚 乌背将眼神之中 闪过绝望之色 这天罚他自知是渡不过了 乌背将不再白费功夫 去抵御天雷 而是张口吐出一口血 吏声喊道 江姓小儿 我就算是死 也绝不会让你好过 这血蕴含了乌背将一身妖力 化为一道血剑 向江玉击射而去 江玉看到已经来到眼前的血剑 面上神色一僵 下一刻瞬间惨来了起来 江玉大骂一声干 便施展玉水神通 逃入玉花江内 乌背将看着江玉狼狈 逃窜的模样 看你往哪逃 信江的 有你垫背 老夫死了也痛快 乌背将头顶一道赤红之雷 也在此时缓缓地落下 血剑跟着江玉进入江面之下 瞬间让这玉花江乍起滔天巨狼 数日之后 秦国边境 一艘画坊正由于玉花江之上 画坊的甲板上 站着一名贵公子 青山素衣 英眉风眼 相貌出色 贵公子看向这玉花江 面露忧色 内心则是想到前些日子 玉花江突生水患 而玉花江一半都在秦国境内 发生水患的地方 更是靠近天子脚下的咸阳 大量的粮田被吞没 过些日子恐怕又要生起流民之患 可更让人担忧的是 现如今国库里还有多少存粮 若是国库存粮不足以支撑这段时间 只怕要闹饥荒 届时 秦国境内 必定是人间炼狱 又想到自那妖女入宫之后 秦国就一片乌烟斗气 果真是国之将亡 必有妖灭 正当贵公子想着这些事情时 传委有人喊道 公子 咱们船捞上一个人 好像还有点气 而且有点奇怪 明明是从江里捞起来 可他身上却一点也没湿 就连这身衣裳都还是干的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江玉 江玉从昏迷中缓缓缩醒 眼下头疼欲裂之感 让他感到极度不适 紧皱眉头 用力扶着额头 不知自己此时在哪里 缓了好一阵 才看清房中之物 江玉感受这屋子摇晃不止 依稀可以听到江流之声 内心疑惑自己这是在船上 谁把自己从玉华江里捞出来了吗 江玉伸手向怀中一摸 下一刻面上神情便是一江 怀中取出一块破碎的玉佩 这是一件保命的法宝 只是现在已经失去了功效 江玉看着破碎的玉佩 眼神别提有多心疼了 随后叹了一口气 心中也只能安慰自己 碎碎平安 碎碎平安 然后想到那玉华江老龟 也算是千年修为的大妖了 临死前的舍命一击 只是干碎了自己一件保命之物 自己现在还全虚全伪的 这么一想 江玉觉得不亏了 不过江玉现在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一股压抑的危机萦绕心头 随后江玉便盘息入定 内饰自身 可并没有发现身体有什么伤势 江玉缓缓睁开眼 眉头紧皱 总有一股大难临头的预兆 忽然江玉脸色皱变道 说起来 今日是哪一日 与此同时 系统的提示音 在江玉脑海中响起 检测到宿主三日未为人推演天命 小三在天节即将降临 江玉有点抓狂 他一八品铸鸡的小修士 纵然有些手段 可哪里渡得过雷杰啊 江玉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自己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了 所以早就研究很多方法规避天节 大功德者 天将福泽 就算是应节 天节也会相应的减弱很多 其次便是修香火之道 就好比那玉华江老规 便是靠着香火器躲避天节 只是他乃是银瓷香火 乃是要挟的 弊端颇多 而若是正统香火之道 需要经过丰正神位 神位一成便是多了一层枷锁束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江玉这些年替人推演天命 积攒了不菲的功德 但是自身修为过低 天节在放水 恐怕也很难过去 江玉打开系统面板 查看自己剩余功德时 却是轻易一生 系统上提示 江玉当前还剩余功德数 为十万零五十四 江玉记得之前自己的功德 应该是有九万多 后来为玉华江老规 请动了玄天雷法天尊 江玉本以为还能剩下半数 就烧高香了 现在怎么 还长 随后江玉翻看系统日志 才知道为什么整功德 宿主承恶扬善 铲除邪妖玉华将欧背降 功德加五万 功德已达十万 天降福泽 神通自演 恭喜宿主开通神眼 领悟神通 忘弃术 江玉脸色有些古怪 这忘弃之术可看山川龙脉 倒是让他这个算命先生 越来越称职了 随后江玉叹了一声 原本若能使用忘弃之术 找到藏龙之地 倒也可以规避天节 只是眼下天节已悬在头顶 除非这藏龙之地近在眼前 否则也无用 江玉只好另做打算 这传家好心救了他 他并不想因为自己渡劫 而拖累人家 打算道个谢就离开 刚走出房门的江玉 就和一人相撞在一起 江玉扫梁下对方 锦衣欲求 以表堂堂 一看便是大富大贵之人 当江玉看清来人样貌的时候 眼神下矣 内心一愣 不由道 这汉子怎么长得这么娘们 可是 平的 我还以为遇到女扮男装的呢 误会了误会 江玉回过神来 拱手笑道 多谢公子搭救 在下还有事在身 就此别过 眼下江玉结束近在眼前 也就顾不得诸多礼数 说完 不等对方开口 江玉便转身往外走去了 贵公子看着江玉大不离去的背影 不由得有些发去 他身旁的山羊胡道士愤慨道 公子 此人好生无礼 公子好心搭救 他却这般无礼 贵公子若有所思 突然开口道 跟上去看看 江玉离开船舱 抬头看了看天 此时乌云着日 雷蛇游走 小三灾天节并非雷节 而是简 病 刀三节 对应的是饥饿 疾病 刀兵 小三灾天节 并不是瞬间要人性命那般厉害 可是却如同复古之躯 叫人生不得 死不能 江玉身后的贵公子 震惊地看向天空 下一刻 江玉纵身一跃 只听见扑通一声 江玉便消失在传弦之上 山羊胡道士突然指向玉华江江面 惊奇地喊道 公子 你看 贵公子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此时江玉正站在水上 如行走在陆地一般 正快步离开 贵公子感慨道 当真神异之人 还在他感慨的时候 突然一缕阳光照射在他的身上 原本乌云密布的天空 此时竟是乌云退去 天空再一次放晴了 江玉离开画宝之后 立刻开启自己的天眼 动用那望弃神空 只见他那双眸中神光闪动 看向那江中由于 岸边草木 皆生起淡淡清气 若能寻找到那藏龙风水宝地 江玉便可遮掩天机 躲避那小三灾天机 可当他纵观四眼之后 面露苦涩 这世间 果然哪有这般巧合之事 藏龙之地 哪是那么好寻的 只可惜此地离日月湖太远 恐怕那位老友也帮不到我 随后江玉自嘲笑道 虽然藏龙之地找不到 但是至少找一个风水好些的地方 当作自己的葬身之所 就在江玉看向身后之时 却不由地轻易一声 瞳孔之内 一道一彩正在散发光亮 好浓厚的一招气韵 画坊上 山羊胡道士向贵公子请示道 公子广纳贤良 此人若未助力 或许对公子有所帮助 贵公子迟疑半天 摇头叹气道 罢 此等高人 若是抢人死难 反而不美 正当两人议论之时 一只手扣在船弦之上 然后一跃进入到了船上 山羊胡道士抱贺一声 公子小心 然后将贵公子护在身后 警惕地看着来人 此人正是疆域 他看向惊疑不定的二人 露出笑容拱手作一道 恩公 又见面了 半个月之后 江羽正在船上四处捉人 这位壮士 看你面相不俗 不如在下替你算上一挂 江羽拉住一个人 可对方面露嫌弃 连连摆手 像是躲灾心一样快步离开 不多会 甲板上就只剩他一人 江羽暗脆一口 低声骂道 呸 一群不识货的东西 也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声笑声 江先生 若是能从民口中听的两句好话 他们也不会这般躲着您 江羽回头看到是贵公子身边的那山羊胡道士 作一道 崔道长 崔道长打去道 江先生才来几日 公子身边的人都快被先生得罪个精光了 江羽有点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说道 挂像如此 我也只是实话实说 崔道长笑道 这世间最难听进去的便是忠言实语 先生若是给人算得不好 不妨委婉一点 江羽摇头道 只言玄妙一驱离 不说寻常半句虚 道长误劝 江羽倒是想学其他江湖骗子 可是有系统在 必须如实交代 不然会被罚的 崔道长见他固执 也不再劝 点了点头道 公子回来了 要见先生 先生尽快去吧 江羽应声道 公子回来了 那我现在就去 此时距离江羽要度的小三在天节 已过去半个月了 此时此刻 他还能完好站在这 多亏了这位公子 借着他的一招气韵 也可达到遮掩天机的效果 所以在江羽有能力度 小三在天节之前 看来都得留在这位公子身边了 江羽进去传仓 很快就看到了那位公子 开口问道 公子赈灾结束 贵公子回道 嗯 先生快过 这些日子江羽已经摸清楚了 对方的底细 能够一招气韵加深 自然不是普通人 此人名为公子孝 乃是这秦国国君的胞弟 论身份乃是秦国秦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公子孝在秦国有贤王之名 习广皆能人意识 门客无数 原本在自己封地当的闲散王爷 只是这些年来 秦国国君不理朝政 他被当朝太师请来监国 暂居大梁 而最近一段时间 来到这玉华江附近 也是为了平定损患 前来正在放梁 公子孝孝盈盈地看着江羽 问道 听闻先生善挂不 每日算上三挂 今日不妨为我也算上一挂 江羽眼中神光闪动 悄悄开启望气数 寻常人的气韵 大多数都是没有形体的一盘雾气 观其色可推测极凶 可公子孝竟然是精英 只是这精英无足 这气韵阴柔 尊明就是女子之孝 这公子孝真是女子 不过女子也可称王 果然历朝历代 宫里斯密室都不少 公子孝一脸疑惑地看着江羽 总感觉江羽此时 看他的眼神之中有些怜悯 公子孝倾可几声 江羽才回过神来 拱水道 在下还想在公子身边混口饭吃 并不怨算 不过公子强求 在下也可为公子算上一挂 公子孝也想到这些日子 以下的人没少和他告状 说这位江先生算命时 嘴里没有一句好话 自己此时也失去找江羽算卦的兴致 随后点头道 先生既然不愿 那就做爸爸 江羽立刻拱手回道 公子大度 闲话说吧 公子孝说起正事 其实 我照先生前来 是有一事相告 我打算回一趟咸阳 不知先生是愿随我一道去咸阳 还是就此别过 江羽现在还需要公子孝的一招气韵 帮助躲避天节 自然是说道 听闻公子招门客 若是不闲 在下想在公子身边讨口饭吃 公子孝面露欣喜回道 自是不闲 这算是这些日子唯一的好消息 江羽随后开口问了 之前在下便想问 自在下进门就察觉 公子眉心有欲结之气 可是有烦心事 公子孝叹气道 无非赈灾之事 朝中拨的银钱粮食 与我预期相差甚远 我知这粮食运来 一路上人吃马脚 可银钱总不至于 可是拨款十万银 到我手上 不过时之三四 齐玉银钱去了何处 这一次回咸阳 我便是要质问昭堂 江羽之前便是知晓秦国出了问题 但是现在看来 理想象中还要严重 江羽想到这次玉花江水患 说起来还与自己有关 显然这一次玉花江水患的原因 是无非将的化龙节 江羽若是什么都不做 怕是这生灵涂炭的业力 少不得要算太一份 到时候功德受损 那可就完了 自己还指望着积攒功德度节呢 江羽细想一会 说道 公子可知此次水患原由 公子孝一正 连忙问道 先生知晓 随后江羽娓娓道来 江屋被降的来历 身份都交代了清楚 卓仲更是讲了 他做了哪些恶毒之事 公子孝原本还能耐心听 可听到奋侃之初 握拳一砸暗毒 大骂道 这老妖荡真可恶 难怪这些年秦国沿江 总是有无辜失踪人口 原来背后都是妖邪作祟 这等妖邪 竟还望湖人黄丰镇化龙 江羽看着面前奋慨的公子孝 疑惑不知为何他避开那妖妃不谈 公子孝平复了一下心境 看向江羽 疑惑道 先生怎知这些事 江羽淡淡说道 那老龟曾在我渡江 偶然知醒 公子孝自然是不信 这唯恶之事 怎可能与他人谈起 更何况他第一次见到江羽 是从这玉华江中捞起 在想到乌贝江突然度化龙节 江羽还言之凿凿的肯定 这乌贝江必死无疑 看来这老龟死在天劫之下 与江羽定然有关 我真是大能之辈啊 江羽不知公子孝思绪 拱手孝道 公子所仇 无非钱粮 在下便以此做个投名状 助公子一臂之力 公子一惊 连忙说道 怎可让先生破费 江羽白手孝道 我身无常物 公子若是指望我拿出钱粮 那我是有心无力 公子孝疑获道 那先生意思 江羽回道 那老龟为修盈慈相护 拐走魏秦两国不少人口 续养在天南山岭一带 与世隔绝 除了为他供养香火之外 还作为劳动力 种植灵芝仙草 粮食也是有 而且积早多年 足够解公子燃眉之急 那老龟现在已经允身天罚之下 水中洞虎便无主 这老龟也是千年的老妖 洞虎之中多有宝藏 千年积累的宝物折算银钱 向岩浆相生豪族买粮 也足够公子赈灾之用 公子孝听完后 大喜道 此法甚好 先生仁义 此宫在千秋 我替秦国百姓谢过先生 如此依赖 百姓便有救了 事不宜迟 我们即可出发 在江狱领着公子孝超乌 被降老巢时 屠山岚和剑奴二人 来到了日月湖上空 屠山岚轻声说道 本座来此 老龙王出来一见 日月湖湖面沸腾 只听得一声龙吟 一条金龙破水而出 待冲上云端之际 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须发皆白的儒雅老者 那儒雅老者看向屠山岚 面带微笑说道 原来是天魔主道 老龙敖璇 见过天魔主 不知天魔主来老龙这日月湖 所为何事 屠山岚身边侍奴上前一步 手中展开一幅画卷 屠山岚问道 老龙王可见过此人 敖璇上前端向画像 神色一正 这画像上赫然便是江狱的画像 他沉思片刻 答道 此人名唤江狱 曾来我这天书阁戒约半年 与我相谈甚欢 因以为忘年之交 不知我这小友 可是得罪了天魔主 屠山岚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得罪了如何 没得罪如何 敖璇拱手笑道 天魔主可否给老龙一份薄命 屠山岚回道 若是我不给他 敖璇面上和善的笑容渐渐收敛 两久之后 他缓缓开口道 若是天魔主执意 那也是我那小友命里该着 不过 天魔主若要对付他 只怕也不容易 屠山岚眼神中寒芒傻过 说道 你在威胁我 敖璇却也不惧 非对着屠山岚说道 非是我要护小友 主若要动他 只怕要沾染诸多因果 因为他乃大事 大事至 则天下变 胡杉岚眉头紧皱 想到这老龙这些年来 沉浸八卦一学 这说话也变得费解了起来 但他很快眉头舒展 点头道 如此甚好 非凡之人方才配得上 做我的夫婿 这一下轮到敖璇变的表情僵硬了 敖璇此时甚至怀疑 是不是自己上了年纪 耳朵出了问题 夫婿 天魔主要那夫 偏偏还是僵域 屠山岚继续开口说道 既然你和这人 足小卦师相熟 可知晓其来历更加 敖璇对此似乎忌讳陌深 连连摇头道 不可说 不可说 屠山岚瞥了他一眼 只说了一个字 说 敖璇只是感慨道 老龙卦学不精 算不出来其跟脚来历 只算到五年之前 此界之中并无疆域此人 能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此真是高人意 屠山岚身边的士奴 轻生敌不倒 这疆域 莫不是天上仙人将士 屠山岚对此不以为意 轻生道 这世间哪来的仙人 而心中却暗道 本来自己不怎么在意 这个人读小卦师的 没想到敖璇对他的评价这么高 行国 咸阳郊外 一马车内 江玉没由来的打了个喷嚏 内心嘀咕 不知道是谁在被地里骂了自己 不过江玉伸着懒腰 轻生道 算了 就我这张嘴 被地骂我的多了去了 就在此时 江玉感受到马车 渐渐的停了下来 正当他想要问问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赶车的马夫恭敬地说道 江先生 前面就是咸阳城了 江玉顿时精神一震 可算是到地方了 江玉环顾一周后 皱眉自语道 奇怪 这大白天 异国都城的关道上 怎么连队行人马车都没有 按理来说天子脚下 是最繁华之地 应该有不少车马 不应该啊 江玉双眸神光闪动 天眼 开 江玉开启天眼 想要望一望这秦国都城的气域 可当他目光投向咸阳城之时 表情渐宁 诗神尼难道 这可真是 这可真是 江玉双眸中 硬着滔天的魔气 那咸阳城上空 一赤龙正与那魔气缠斗 江玉很快便明白 这赤龙乃是一招国运 大秦龙脉所化 只是此时这国运赤龙 已经遍体磷伤 被魔气所困 忽然江玉察觉到 那赤龙竟看向自己 一时间有些口干舌造浅 江玉连忙闭了天眼 然后长出一口气 一擦额头 才发现自己已经是冷汗 尽失了后辈 现在有一个严峻的问题 摆在江玉面前 这咸阳城 他入还是不入 这秦国国运 显然已经衰弱至极 只怕伯魄在即 听说宫中 还有个妖妃为祸 自己若是入了咸阳城 又在公子孝身边做门客 怕是会被卷入其中 可若是偷摸离开 这小三在天节怎么办 一事半会 也找不到 另一个一招七运加身 还肯借我七运的人啊 罢了 还是入城吧 江玉觉得人可以倒霉 但是不至于一直倒霉 如若公子孝倒霉的时候 自己趁早跑路就是 公子孝此时 并未坐在马车里面 而是骑着高头大马游街 享受百姓们的拥护爱戴 江玉在马车里面看得真情 鼻鼓道 我说公子要入城了 怎么反而不坐马车改骑马 还真是臭屁 不过 江玉心中清楚 这公子孝 确实是个难得干实事的人 这些日子 江玉亲眼看到这位女王爷 是如何亲力亲为的 还是个劳碌命的烂好人 一会功夫后 一行人便来到安王府 江玉跟着公子孝进入书房内 忍不住的左顾右盼 这些年 江玉也算是到过不少寻常人 难以一见的地方 只不过这个人间王爷 还是头刺激 公子孝看到江玉 一脸欣喜的端向房中之物 笑道 若是先生有喜欢的 尽管拿去便好 江玉笑了笑道 在下怎么夺公子所爱 公子孝大方地回道 先生与我莫要这般见乱 喜欢便拿 无碍的 停顿一会 公子孝开始说起了正事 我明日便要进宫面圣 这次能够平定水患 全赖先生 我入宫 必为先生讨要官职爵位 江玉顿时一惊 还没等公子孝说完 连忙摆手拒绝道 不不不 千万别 在下咸云掩喝惯了 指不定哪天又要云游 入朝为官是万万不能的 江玉心中则是暗道 开玩笑 秦国国魄在即 这个结果掩入朝为官 那不是傻了 更何况 朝堂党争之地 多危险 我还是苟命要紧 公子孝听到江玉已如此说了 虽然有点遗憾 但是还是尊重了他的意见 开口道 既然先生都这般说了 我也不强求了 不过 公子孝话风一转 语气冷冽下来 沉声道 不过我明日入宫 我倒要问问这晚朝文五百官 若将他们的心抛开 有几人是黑 几人是白 江玉好心提醒道 公子 好人坏人 这心都是红的 公子孝顿时破宫 没好气地称怪般看了他一眼 随后公子孝 以气缓和一脸 青生道 这一次若无先生 只怕秦国五年都难缓过元气来 也是因为这件事 这贪腐之事 算是让我看得真切 此事得严查 明日入宫之后 我会去找太师商讨 江玉一旁安静地听着 公子孝滔滔不绝自己的计划 开始走神了 等他回过神来 发现公子孝已经说完了 正看着他 江玉赶紧点头说道 公子说得对 公子孝显然也是发现他的走神 看到 看来先生当真是不喜这朝堂宗之事 是我梦浪了 江玉只能善善笑着 闲聊几句后 公子孝便让江玉下去休息 夜里公子孝辅上大板延席 江玉自然也参与其中 等到酒足饭饱之后 江玉趁着酒性 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片刻后 屋中只有江玉平稳的呼吸声响起 待到三灯天时 一道赤芒落在了江玉眉心之内 睡梦中 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江玉耳边响起 小先生 小先生 江玉缓缓睁开眼 却发现自己身处一片混沌之中 江玉心生疑惑 呼得眼前红光闪过 那一片混沌之中 缓缓凝聚成一道深意 赫然便是一条赤龙 江玉大惊失色地喊道 秦国国运 赤龙见他惊扰 逼声道 先生入京 无奈秦国国运所化 非要挟之辈 江玉强装阵地 问道 赤龙入梦 所未合适 赤龙扑服下身子 逼下头颅 声音如速如气道 还请先生搭救 江玉苦笑着 连连拱屎 我不过山野杂羞 如何救得了一国气运 赤龙则是回道 先生谦逊 那日玉华江上 先生戴天乏恶 承治那玉华江妖规 无亲眼所见 说道这赤龙想到什么 连蒙说道 先生勿惯 无非有意窥视 只是这秦国境内 一切事宜 无自能知晓 江玉摆了摆手 表示并不在意 赤龙心中烧安 继续说道 先生乃大功德之人 无意可观先生不凡之处 冒昧来此 还请先生相助 江玉只当这是恭维之语 可是他却不知 在赤龙眼中 江玉身上无数因果缠身 牵连至背 无一不是罕见的大气运者 可他自身却无任何因果 不在三界中 跳出五行外 此仙人向眼 赤龙低垂眼眸 态度欲发恭敬 开口道 若先生不出手 只怕秦国亡国在即 请先生念在这秦国苍生百姓 这一项像大帽子 扣得江玉脑袋发昏 连忙制止 古笑道 你请我帮忙 可我又如何帮 赤龙缓缓述述道 秦国落魄至此 全因那妖妃入宫 迷惑国君心智 听完赤龙叙述之后 江玉才知道 这秦国虽然上下弊端无数 可真正动摇国运的 就是那妖妃 江玉疑惑地问道 那妖妃是什么跟脚来历 竟是能够动摇一国之本 赤龙回道 那妖妃跟脚出自万妖国 乃是一欲识成经 万妖国 江玉顿时心中警觉 他现在对万妖国 这三个字分外敏感 毕竟那个未来孩子他娘 恐怕现在还在提刀 四处走他的路上 江玉压下心思 不去想那档子时 继续问道 那妖妃何等修为 竟是让你这一国国运 都奈何不了 侍龙沉申回道 他来秦国 是为了度天地结束 江玉内心一禀 修行之事 乃逆天而为之 要经历种种结束 而妖族修行 比人更难 得经历地上 天罡这两种天地结束 能熬到这修为的妖族 实力比肩人足大能之辈 可不是自己一个小小的八品 助击惹得起 世龙也看出江玉满脸不情愿 低声恳求道 无也知先生为难 不求先生出手除妖 只是另有一事请求先生 江玉探道 何事所求 还请直言 不过在下实力微薄 恐怕帮不到你 世龙却是很笃定地说道 此事唯有先生可助无 如今国主事得久矣 无知先生经八卦一学 还请先生 为秦国另责民主 世龙张开口 从口中吐出两件物品来 随后说道 此二物便交付给先生 江玉本想推脱 可那两件物品 已飘然来至他的面前 这两件东西 其一为龙手玉洗 为另外一件 则是一口龙尾闸刀 世龙说道 此玉洗具异国龙脉 执此印者便为秦国未来之主 还请先生代管 如遇民主 交托于他 然后他看向另外一件物品 继续开口说道 此乃断罪闸 专断今生往日业力 上斩魂军 下斩邪碎 若秦国之君不君 先生斩之 便是顺天承运之时 如今秦国国君无德无道 将玉看向手中之物 按道这事将秦国命运 都交付到了自己室中 不等他开口 赤龙说道 此二物交与先生 并非抢迫先生答应 先生不愿帮 便是秦国命述该辞 若先生愿帮 不愿以半数国运相赠 从今往后秦国便是先生的秦国 先生亦是秦国之国柱 为表诚意 先生近来得小三哉结束 无字会替先生挡下 话音落罢 只见赤龙张开嘴 朝着江玉吞噬而来 小院屋内 江玉猛地一声大叫 从床榻上一下坐了起来 江玉瞳孔之内鱼精未消 呼呼地喘着粗气 正当江玉以为 刚刚只是一场梦 下一刻 却瞥见床榻之上 摆放着两件物品 赫然便是龙手玉喜和断罪杂 江玉不由地瞠目结舌 如此看来 他方才并不仅仅只是一场梦 当真有赤龙入梦 江玉看着眼前的两件物品 内心直犯愁 自己不过一发品修饰 甚至不是秦国人 为何秦国国运会将这两件物品 交托于自己 就是自己承接了那玉华江老规 还是因为自己擅长挂拨 这赤龙究竟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什么 让他做出这般决定 自己不过是想借公子孝 躲避小三灾天劫 为何让自己遇到这样的事 江玉愧然长叹 那赤龙所说什么 半数国运皆赠与先生 什么 从今往后 秦国便是先生的秦国 都是他娘的放屁 若是让那秦国国君知晓 他舍持这二物 还不把自己拖到菜市场砍脑袋 还有那打底式地煞镜的妖妃 江玉扶着额头一声呻吟 头疼欲裂 不过此时江玉确实 没了被天劫所定的契机的感觉 看来这赤龙并非骗自己 江玉突然意识到 既然自己已经不需要 再面对小三灾天劫 那自己岂不是现在就可以开溜了 与其冒着风险留在秦国 现在赶紧开溜 怎么看都是上上之选 找个鸡脚嘎拉的地方 活个千年 等自己有了可以把图山拦 按在床上打屁股的那份实力在出山 那岂不是美滋滋 可江玉眼光 总是离不开那桌上二物 两久 一声长叹道 唉 世人嘴软的感觉可真不好 罢了罢了 尽力为之 内心则是说道 一旦自己感觉到危险 那就怪不得我 随后便将桌上之物藏起来了 但是江玉也知自己 如果要完成秦国国运所托 需要见一见其他皇室宗亲 不过上门求见 也未必有人见自己 随缘吧 在江玉来到秦国半个月之后 皇宫后花园中 一张长椅之上 侧握着一名身材庞大的男人 身披黑色纹金袖袍 此人便是秦国国君 秦武军秦安 秦安此时脸上怒气满眼 这是一女子约莫双十年华 多挪身段 身披薄杀 此人便是万妖国玉石金 有苏玄 他走到秦武军旁 躺在他的胸膛之上 娇笑的问望 何人惹的大王如此生气 秦武军语气依然不太好地说道 还能是谁 自是寡人那好弟弟 秦孝纳斯竟是在朝堂之上 与太师一同想狂发难 不许寡人见暴房 这秦国究竟他们是君 还是寡人是君 秦武军右拳紧握 奋力一扎一旁的矮桌 竟是将那结实的紫檀木 砸成了两半 他怒道 寡人要作甚 还得看他们脸色 真欺人太甚 有苏玄安静地听着 等秦武军呼呼喘气时 才轻抚他的胸膛 柔声道 大王无忧 这暴房不过切身戏言 不见便不见了 何必让大王为难 秦武军紧握着有苏玄 感慨道 若人人如爱妃这般通勤打理 寡人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这时 一美币走来 拱手道 大王 娘娘 秦武军问道 何事 美币回道 宫外有一人想要求见娘娘 送来了一件信物 有苏玄有些疑惑 轻声道 呈上来 美币双手捧着托盘走了过来 那托盘上放着一块 巴掌大小的令牌 有苏玄看到此令符 瞳孔紧缩 整个人呆愣了片刻 秦武军察觉到他的异常之处 询问道 爱妃 怎么了 有苏玄这才回过神来 神色恢复如初 微笑道 大王 是臣妾娘家人来了 臣妾去去就来 秦武军说道 那快快有请 皇宫后院 移处偏殿内 有苏玄轻撩长裙 跪地恭敬道 有苏氏 见过剑玄君大人 因虎脸面具转过身 声音冰冷道 现在这世上 没了剑玄君 唯有天魔主尽是奉剑奴 有苏玄低眉顺目 心声达倒 大人虽然败于天魔主 可天魔主乃不是之人物 大人虽败犹荣 赫赫威名依旧 剑妾仰慕已见 今日一剑 心声惶惶 只是固知大人寻剑妾所为何事 有苏玄心中 确实有几分忐忑 人妖两足 自古便以金沙河为戒 千里条约 互不侵犯 如今有苏玄私自入秦国 已是犯戒 怕只怕天魔主要令自己回去 若真如此 他心中不甘 现如今自己正值地煞之劫 唯独汲取这一朝龙脉 方才是杜劫洁净 否则必死无疑 奉剑奴注意到他的小动作 冷冷道 不必多虑 你还入不了无主法眼 今日找你 是要你帮忙寻找艺人 有苏玄着实松了一口气 脸上立刻堆满笑容 说道 大人只管吩咐 若是大人要寻之人在秦国境内 剑妾就算将这秦国翻个底朝天 都给您找出来 奉剑奴伸手从怀中取出一幅画像 画轴展开 上面赫然画着疆域的画像 奉剑奴缓缓缓开口道 此人名为疆域 修为不明 但他从天魔主手下逃了性命 有苏玄眉头顿时一条 心中微微一惊 从天魔主手下逃了性命 能够从那位手下逃得性命 恐怕这人妖二族不超无耻之术 自己为何从前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物 奉剑奴说道 他是借了日月狐龙王的福 本身实力未必就有那么高 有苏玄稍稍松了一口气 原来如此 可是有苏玄心中依旧忌惮 日月狐龙王 那是万妖国资历最老的妖独大圣 这个疆域能得到他的福护体 想必跟那老龙交起匪浅 自身实力又能弱到哪去 奉剑奴又说道 此人虽然修为不明 但是有些神通手段 这画像容貌未必做准 或许变换了容貌行走时间也很正常 有苏玄问道 大人可有此人神识印记 奉剑奴摇了摇头道 并无 不过此人懂方外之道 善挂布 替人挂布之时 曾挂出一对批语 只言玄妙一驱离 不说寻常半句虚 有苏玄可笑道 大人 就只有这些吗 奉剑奴轻声回道 只有这些 有苏玄内心则是无奈 只有这些如何寻得道人 有苏玄心中打算面上答应 等把奉剑奴送走之后 就将此事当作没听到 可奉剑奴下一句话 却让他立刻改了主意 奉剑奴淡淡地说道 如是寻得此人 无主应运 许一个万魔鸢的名额 有苏玄顿时一惊 盲问道 大人 此话当真 奉剑奴淡淡回道 无主亲口所言 岂有细言 有苏玄一时间口干舌燥 内心激动不已 若是自己可以入一次万魔鸢 这天地双结再不必担忧 自己必成妖王之境 这将欲无论如何也得找到 有苏玄笑容灿烂 向奉剑奴公声道 还请大人放心 见妾必定尽心竭力 奉剑奴取出一块玉符 交与有苏玄交代道 若是寻找到疆域 捏碎此物 我便知晓 随后奉剑奴便离开 前往其他国家寻找疆域下落 半个时辰后 皇宫后院 安宁宫 有苏玄依偎在秦武军怀中 交声道 大王 妾身能否求您一件事 秦武军爽朗大笑道 爱妃之管题 寡人无不允 由苏玄开口轻声道 妾身这些日子夜昧之时 总能梦见一些人传妾身灵丹妙法 妾身想为大王炼制这些仙丹 只是不通齐皇丹术 大王可否招一些方外高人 协助炼制丹药 秦武军微微疑惑道 仙人入梦 仙人怎么说 有苏玄在秦武军耳边交声道 大王 仙人说这丹药能让大王更快活 秦武军露出慈爱的笑容 大笑道 好好好 都依你 都依你 有苏玄高兴地搂着秦武军 趁机又提了一个要求 另外 妾身还想请一些擅长八卦一学的卦师 为妾身解义解梦 秦武军对此也是满口答应下 这一日 咸阳城内 将玉背着背楼走在街上 背楼上插着新座的长帆 打算上街找个合适的地方 支挂摊给人算命 将玉对此也是无奈 原本想着公子孝府上人员更多 一天三个都能够他撑个一年半载的 可事实确实 他来府上不过半个月 这府上的人对他已是人人避之如蛇蝎 躲都来不及躲 究其原因 便是将玉算得这王爷府上下 无一人得了善终 要不是跑得快 一天挨三顿打都是少的 将玉漫步在街上 心中不由感慨万分 真的猛事 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 看来公子孝身边人中 并无猛事 将玉曾给公子孝忘起 忘得一无俗精英之相 便一直避免给公子孝推演天命 在结合这些日子 给王府上的人推演天命的结果来看 府上门客三千 门客之中甚至有乡间老龙 在旁人看了 不过一笑话 但是将玉总感觉 这只是公子孝掩人耳目 因为这门客之中 隐藏着一批真正的能人意识 也正是如此 将玉认为这公子孝所图不行 只是将玉不解的是 公子孝乃无足精英之相 英乃秦类 龙乃灵虫之常 英如何画龙 再看王府上门客的众人天命 将玉不由地暗叹一声 自己现在已无小三在天结之忧 是不是该离开了 不知不觉中 将玉来到一处集市前 看了看周围 发现并无同行 便放下碑笼 不一会儿 便把挂滩摆好 可是当将玉抬起头 看向面前行人的时候 不由地一愣 因为周围行人纷纷驻足 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将玉 将玉内心以为 是秦国人没见过美男子吗 正当他不解的时候 一名挑着挑担的老汉 小声的好心提醒道 小道子 快快收了摊 这儿可不幸 将玉连忙问道 老丈 此话怎么讲 莫非官府不许此处宝卦摊吗 那老汉却不肯与他多说话 只是压着声音交代一句 快些离开 便快不走 将玉还一头雾水的时候 一队官差来到将玉摊前 指高气扬地问道 你小子在这里放挂 将玉忙不迭地收起挂摊 然后一脸陪笑道 官爷 在下不知此地不让摆挂摊 这就离去 还请官爷行个方便 将玉凑到官兵首领前 从袖中摸索出一钱袋 塞到对方的手中 将玉游走江湖 则是明白现如今这世道 阎王好见 小鬼难缠 货财消灾 那官兵首领收下钱袋 放在手中掂量了掂量 他身边一下数拿出一张画像 拿到将玉面前做起了比较 开口说道 大人 此人与画像上的不像 应该不是黄飞找的那名 换将玉的道士 将玉耳间 听到面前官差的窃窃私语 不由得后背冷汗直冒 按道 将玉 我 黄飞要找 这黄飞怕就是那妖妃 这妖妃来自万妖国 她找我准没有好事 准是与那天魔主有关 可是就算寻我 也没必要将自己画的 这般丑陋不堪吧 将玉不知道的是 有苏璇自奉剑弩手中拿到的画像 还是极其相似的 只是让底下的人重新画几张 分到这些官差牙一手中时 就失了针 这时 那官差首领问道 小道士 我且问你 你姓甚名谁 在何处修行 将玉立刻胡周道 在下张道陵 修行自那龙虎山 只是个游历的方式 官差首领咕唠一声 并没有听过龙虎山这个地方 可正当将玉松一口气 以为蒙混过关的时候 却看到刚刚收了他钱的官差首领 大手一挥 说道 带走 将玉满脸不可置信道 官爷 这 官差首领向后一指 说道 这什么镇 如今天子广邀天下得道之人 入宫炼至仙丹 请你去可是你的福气 可不要敬酒不吃施法酒 可将玉分明看到他的身后马车 乃是一牢车 里面已关押着些棚头垢面的道士 这可不像事情 将玉一锤绣袍 一张黄服便出现在自己手中 正准备施法离开此地的时候 他一抬头与球车的艺人对视了意义 当即愣在了原地 趁着将玉愣神的功夫 官差已将他捆绑了起来 一球车内 将玉和崔道长对面而坐 面面相去 将玉开口问道 崔道长 这还真巧啊 你也是今日李府被抓的吗 怎不亮明身份 崔道长一脸哭笑道 亮明也无用 宫中派人去了王府 府上大半门客被抓 而我 更是被指名道姓地请过来的 听到这话 将玉有点梦 他在王府这些日子 这崔道长如同公子校府上的大管家 胡佐公子校处理内外事务 而这样的人 都被公公抢起了来 还指名道姓 这不是打公子校的脸 崔道长忧心重重说道 此次天子炼丹 只怕意在无主 江先生切记不可暴露与公子关系 这样才能确保安全 将玉脸色微变 微微点头 这时 劳门打开 一官差喊道 哪位是安王府的崔道长 娘娘有请 崔道长无奈地回道 在下便士 随后下车跟着侍卫离开 而江玉等人则是被带倒 一处藏于后花园甲山下的地下行宫内 另一边皇宫的偏殿内 公子校正满脸慕容地看着眼前的太监 他几次三番地推出太监 自己有事要面见秦武军 可眼前这太监 只是皮笑肉不笑地敷衍着自己 正当公子校不知所措的时候 有苏璇竟邀请他入楚心殿一见 公子校虽心中有疑 但是为了俯上门课 获得不跟着女帝来到这后宫楚心殿 公子校刚入殿中 便看到一曼妙身姿坐于秦案之前 鲜长的手指轻轻拨弄秦弦 奏响着乐章 公子校并不是第一次见有苏璇 但是之前并不知他竟精通音律 且秦记如此了得 这时秦升突然终止 有苏璇轻声笑道 这谱子妾身也是刚刚入手 谈得不熟 倒是叫王爷见笑了 公子校无意与他讨论音律之事 立刻说道 听闻娘娘梦中得先人传法 召天下道统入宫 为陛下练仙丹 有苏璇回道 王爷也听说了 公子校一时气节说道 今日皇宫敬畏进了王府 将我的门客掳走 本王怎会没有听说 有苏璇丝毫不在意的回道 说起来好像有此事 王爷府上门客多是能人意识 尤其那崔道长 天衣山白玉真人的名号 卸身都是有所尔文 无品周天晋的修士 便是寻遍秦国 都难得找出几名这般高人 想必有了他们的帮助 炼制仙丹会更加顺利些 公子校心中一惊 崔道长的身份 哪怕是自己的门客 没想到这妖女竟是知晓 难道他打探过自己的底细 有苏璇又说道 听闻王爷精通英语 恰好妾身也洗此道 不如王爷教一教妾身这情意如何 公子校沉声道 你在羞辱本王 有苏璇媚声道 王爷怎这般说 妾身是虚心讨教 说不准妾身心情好了 就把人放了 公子校沉默良久 问道 你当真放人 有苏璇回道 今日王爷交情 妾身便让白玉真人随你一同离宫 公子校听到此话 便想要换婢女再送来一幅姚琴 可这时他才发现 这楚心殿内 竟是一个婢女都没有 只有他与有苏璇二人 有苏璇在牧连后说道 王爷不妨入账 妾身这琴 乃是实名琴之中的凤凰伟 寻常琴如何有此因此 公子校心生警惕 可是转念一想 自己同他都是女子 似乎也没什么好怕 便开口说道 好 那本王便入账 这一下 闻到有苏璇愣住 没想到公子校竟这么轻易的进来 究竟是他真的坐怀不乱 还是早就对自己动了心思 巴不得如此 公子校坐在琴暗之前 轻条琴弦 有苏璇将琴谱放于公子校手边 整个人倚靠在公子校身上 眼眸中暗送秋锅 正当公子校想要喝止这愉悦之举时 突然脑海中一阵昏沉 眼前事物变得一片模糊 伸手指向那有苏璇 可眼中有苏璇的身影层层叠叠 随后眼前一飞 一头栽档的下 有苏璇拦起公子校 手指勾起他的下巴 端向一番笑道 知你这贤王不尽女子 妾身若无准备 岂会让你了 这香炉之中燃着催情之香 不怕你不动起 随后有苏璇抱起公子校 朝着琴殿走去 心中则是疑惑对公子校的身子骨 这般轻盈 跟个女子似的 床榻之上 有苏璇轻轻撩开公子校上衣 但是随后眼前自己 不由得让有苏璇恼怒的叫骂道 该死 他怎么会是个女子 他原本想勾引公子校 哪怕勾引不成 栽赃陷害总是能成 可现在怎么办 其武军肯定也是知晓 他是女儿身 有苏璇看着床榻上双眸紧毙 面色泛红的公子校 老牙道 别以为这样我就对付不了你 随后有苏璇叫来一女婢 让其寻找一丑陋不堪的期待 越是邋遢遭人嫌恶越好 女婢领命后便退下了 地下行宫之内 将遇环顾四周 心中默默倒 要是按照崔道长说的那样 看来这回王爷府上 不少门客都被抓来了 可是自己这一路上 都没看到那些人 看来他们没有关在这里 那妖妃指名道姓在找自己 这些门客与自己交情一般 要是认出自己 没准就把自己卖了 将遇不敢冒险 思来想去 他看向旁边一名道士 开口说道 这位道长 在下想和你换身衣裳 行吗 那邋遢的道长一听 还有这好事 将遇这一身绸缎 拿去典当都能当不少名字 忙不迭就答应了下来 片刻之后将遇换好衣裳 拱首相护卫说道 我要方便 护卫一脸不耐烦的 让其快去快活 将遇来到茅房 险些被这里头 滔天的臭气给熏出去 不过眼下顾不得那么多了 将遇从怀中取出一单药 放进嘴中 随着喉间吞咽 将遇的身体迅速发生变化 一头乌丝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枯白 原本年轻脊致的皮肤变得松弛 与此同时 他身上开始散发着阵阵恶臭 将遇心里倒是不在意 活着吗 不寒颤 比起保密 脏点臭点又算啥 将遇这才放下心来 从茅房出来 心想这样就算公子笑 也肯定认不出自己 更不用说那些 只见过几次自己的门客了 心中正安安自喜的时候 突然背后传来一声音 你 站住 转过来 将遇身体一僵 硬着头皮转了过来 嬉皮笑脸道 小姐姐 你在叫我吗 这女币眼皮嫌弃道 闭嘴 跟我来 刚开始将遇还以为 对方察觉到了自己的身份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女币竟将自己带出了地下行宫 明白对方定是不知晓自己的身份 否则早就让人将自己五花大绑 一会功夫后 江遇被带到一宫殿外 女币瞥了她一眼道 再次等候着 说完 也不管她 就进入殿内 江遇看了看四周 发现这殿外竟是无人看守 当即意识到 这是一个跑路的好机会 正当她心动之时 突然间殿内一道神石扫出 落在她身上 江遇察觉到自己气机被人锁定 庞大的威压 让她有几分喘不过气的感觉 脸上瞬间冷汗直冒 片刻后 殿内传来一声轻响 你倒是寻了个妙人 带她过去吧 那声音娇低妩媚 只听声音 就叫男子心中生起无名之火 江遇大惊 好厉害的家子 应该就是那位妖妃了 不过庆幸的是 有苏璇并未认出她 正当江遇疑惑之时 那婢女从殿内走出 对她说道 跟我来 在婢女的带领下 江遇很快来到一厨片殿内 婢女伸手一指 说道 进去 江遇刚要说些什么 就被婢女一脚踹了进去 随后江遇便听到身后锁门声 内心疑惑 这究竟是要干什么 这时 江遇耸动鼻翼 不由得嘟囔道 什么味道 这么香 天刻后 江遇便感觉到自己体内一阵燥热 头脑崩沉 然后江遇脸色皱变 连忙掩住口鼻 快步冲到脉胀旁 将那紫巾香炉踹翻 内心则是震惊道 难道那妖妃要拉我暖胃窝 正当江遇胡思乱醒时 漫杖内的床踏上 传来几声音鸣 江遇闻声一正 这声音听着耳熟 随后江遇敲摸摸地靠了过去 小心翼翼掀开漫杖一脚 只见床踏之上 有一女子被白布裹着身子 顺直的黑发披散着 雪白的香肩外露 江遇震惊地喊道 公子 江遇顾不得礼数 走上前仔细辨认 才确定这床踏上的女子就是秦孝 脸颊飞红滚烫 嘴中时不时传来几声惹人遐想的喘息声 江遇想到平日里秦孝身着男装 都没有看出来 她竟是一个容貌俊俏的女子 江遇双指放在秦孝的脖梗上 察觉到她所中的情毒十分厉害 江遇看到秦孝快要扛不住了 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妖妃真是歹毒 在这屋中布下迷情之乡 还特意找来邋遢丑陋的乞丐玷污她 真是罪毒妇人心啊 江遇看向秦孝 拱手说道 公子 接下来属下所为 全是为了救公子 多有得罪还无见怪 说完便上了床榻扶起秦孝 然后开口继续说道 我身上有一个保命之物可解眼前之为 不过在此之前 须先将公子身上的果布解开 从手指上取一滴心头血 说着江遇就伸手去解秦孝身上缠着的布 江遇费了老大的劲才解开口 正当江遇要有下一步动作之时 怀中的秦孝睫毛轻铲 朦胧间睁开了双眼 看向江遇的眼神充满了迷离之色 秦孝轻轻一动 就要翻身坐起 身上的果布顿时沿着香肩滑落 那娇好雪白的身子 瞬间在江遇面前暴露无遗 江遇看着面前衣衫不整的秦孝 目光不由自主地下移了一些 脑子冒出一个不合时宜的念头 这么大 平常绑着不疼吗 还不等江遇回过神 秦孝竟扑近在他的怀里 顺势将江遇压在床上 江遇慌张地说道 公子公子 这不合适 将江遇的嘴封住 然后伸手在江遇的身上乱摸了起来 随着秦孝的手下移 江遇的瞳孔顿时变大 大声喊道 等等 那里不能摸 江遇赶紧伸手将秦孝推开 无奈地说道 怎么说我也是个男人 你再这样 我可就不做人了 看着倒在床上的秦孝 江遇伸手从怀中摸出一枚蜡丸 其中可以看到一只四蝎四蜈蜈的古怪虫子 对着秦孝说道 公子 此物是苗江毒蛊 是我一向好送的 此古成年 毒性之恋 非四品乾坤进的大能无人可挡 不过此古年幼之时 可吞天下百毒 我便以此为公子解禽毒 不过要用此古 须公子一滴心头血来味 才能让他进入你体内 不伤公子根基 说完江遇便将一道灵力 打在秦孝心脏后背位置 当即让其心头猛颤 原本禽毒迷惑的心智 此刻竟是短暂地清醒过来 秦孝还没来及搞清楚自己情况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公子请闭谋宁神 我是在救你 物要多想 秦孝听到此声音便知道身后之人是江遇 心中虽然还有很多疑惑 但是出于对江遇的信任 还是闭上了双眼 下一刻秦孝手指露出一滴血液 江遇大喊道 张嘴 秦孝随即立刻将嘴张开 江遇顺手将蜡丸放入秦孝口中 片刻后 秦孝感受到脑海中晕眩的 开始慢慢地消散 秦孝慢慢回头看去 却发现身后站着一邋遢的老头 一时间惊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江遇看到他反应后 笑了笑运气便换回了原本样貌 然后向秦孝解释道 发生了些事情 小小的乔装打扮一番 秦孝看到真的是江遇 刚要长舒一口气 低头发现自己此时正光着身子和江遇说话 然后又回忆起刚刚发生的事情 秦孝的脸渐渐地变红 整个人也是呆若目击了一般 江遇感受到气氛不太对劲 赶紧摆手说道 情况紧急 在下也是情非得已 还望公子海涵 公子即便气恼 也等离开此地 再找在下兴师问罪 秦孝不敢看向江遇 结巴地说道 我晓得的 不怪先生 先生 可曾婚配 江遇对于秦孝的提问有些傻眼 好半场才回过神来 尴尬地笑道 在下好歹也是修行之人 不能随便动情 秦孝一脸认真的问道 先生替我解读之骨 不是先生的红颜所增吗 江遇更是尴尬地说道 那只是玩笑话 我那相好算算年岁 今年才八岁呢 秦孝嗷了一声 便若有所思地低着头 江遇赶紧催促道 公子此地危险 还是先离开再说 秦孝苦笑道 我浑身半点力气都没有 怕是战斗站不起来 先生若是有办法可以先行离开 不必顾虑我 江遇嘴中说着 在下自有办法 公子得罪了 便一下将秦孝揽腰抱起 随后江遇取出一道皇服 口中念道 无鬼开道 五神蔽体 即 随后一阵风起 二人身影消失的无影无踪 楚心殿中 有苏璇侧卧在长椅上 陷入沉思之中 那玉华江的乌被降 许久联系不上了 前些日子玉华江水患 莫非是那老乌龟在杜劫 他怎么敢的 没有人皇的侧风 他一身业力 只怕现在已经身死到消了 他死不要紧 可坏了我大事 现在谁还能给我去抓人 有苏璇本想借着建报房之名 招来大批流明 在暗中掳走一批人 可却被太师林玄凤 和秦王秦孝联手阻拦 这次想借着赵道士练丹 好好收拾那秦孝 可谁知秦孝竟是个女的 不过想到现在那秦孝 正和一个邋遢的老头风流快活 顿时让有苏璇的心情好肿 可就在此时 有苏璇感受到一阵寒意 立即坐直身子 惊讶道 这是寝神之术 随即发现寒意传来的方向 正是关押秦孝的地方 内心疑惑到 那个乞丐难道是个高手 想到这个 有苏璇一掌拍向扶手 满脸猙獰的奸声喊道 来人 另一边 安王府内 江玉和秦孝二人 从楚心殿离开后便来到这里 江玉将秦孝 慢慢地放在床边开口说道 这里是府上我落脚的住处 应该是安全的 江玉说完 便转身向那身周五灵光 身外五音器积水行礼 感谢道 多谢诸位仙家相助 些许赠礼 不成敬意 随后江玉身上淡淡金光一出 分出几缕被那五灵光 五音器所分 此物乃是江玉一身功德所化 秦孝看着眼前江玉施展的神通 内心咽现道 先生真乃神通之人 请神之术请的乃是五神无鬼 都是正统的神奇 只是驱使这些神奇必有代价 之前用玄天雷法天尊 收拾那无被降 就拿走了江玉半数功德 现在这五神无鬼 又是分了一些功德才打发 这也导致此数最大的一个门槛 就是非大功德者 不可休此道 送走五神无鬼后 江玉向秦孝开口说道 既然公子已无大碍 那我先告辞了 秦孝下意识伸手 捉住江玉的袖袍 小声如涅道 先生 可否留下陪我一回 另外 我还想和先生交换下情报 江玉微微一正 孝孝道 好吧 倒也没有其他事 随后二人来到秦孝书房内 片刻后 秦孝轻声道 依先生方才提供的情报 我需修书一封 请当朝的太副林玄凤入府商议 我现在就让心腹江信送到太副府去 江玉开口道 公子 我来吧 随后江玉施展神通 一阵风起 秦孝手中的信就消失了 看到秦孝疑惑的表情 江玉说道 公子放心 信此刻已到了太副手上 秦孝脸颊微红道 我 我自然是信先生的 黄昏落日 夜幕健身 江玉在书房中 一直陪着秦孝到入夜之时 虽然气氛有点尴尬 江玉一开始倒是不以为一 但是架不住秦孝总是面红耳赤的偷摸看他 江玉忍不住的开口问道 公子可是有什么要问 秦孝慌张地回过头说道 啊 没 没有 秦孝内心则是后悔将江玉留下 此时孤男寡女如何是好 正当秦孝思绪万千的时候 江玉突然出现在秦孝身后 轻声问道 公子真的没事吗 你的脸好红啊 秦孝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江玉 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就在此时 门外下人喊道 王爷 林太夫来了 秦孝赶紧说道 请 请林氏进来 身边的江玉立刻击手道 公子 那在下就先退下了 秦孝盲说道 先生不必走 江玉面带微笑 坚决地说道 持有短寸有所长 公子莫要为难在下 江玉心中清楚 秦孝早晚要和有苏玄对上 或许早就和林太夫密谋了 此时他再不走 以后再想至身世外便不可能了 秦孝眼中带有些许遗憾说道 好吧 今日有劳先生 先生去歇息吧 正当江玉从书房内退出来的时候 就看见元郎另一侧一人正快步走来 正是当朝的太夫林玄凤 这也是江玉第一次见到太夫林玄凤 他退到一侧欠身行物 林玄凤路过江玉身边时 点头视力 便走了过去 江玉抬头看向林玄凤的背影 双目神光闪过 随后轻叹道 也是短命之相啊 夜里 皇宫处心殿内 有苏玄满脸煞气地问道 你说那老乞丐是你从地下行宫找来的 底下跪着的奴婢 瑟瑟发抖地回道 不敢欺瞒娘娘 那老乞丐应该是这些日子 抓进行宫之中的方式 只要那老乞丐还在咸阳城内 必逃脱不了 奴婢已经派人去抓了 凤椅上的有苏玄不置可否 心里也是清楚 既然能够从他眼皮底下逃走 又怎会那么容易被找到 看来秦孝身边确实有不少能人意识啊 便说道 罢了罢了 跑了便跑了罢 那秦孝总是跑不了的 底下奴婢立刻说道 娘娘 今日之事 若是秦安王状告大王 有苏玄自信地说道 那便让他去告 我既然敢这般对付他 自然是有办法治他 有苏玄问道 天因山的人 可起来了 美币恭敬地回道 明日就可到 有苏玄继续问道 天魔主所寻的疆域可有消息 美币立即说道 此事正要与娘娘禀报 奴婢从秦安王府上门客口中得知一个消息 秦安王自御华江归来后 身边就多出一位门客 这人具体称呼嫌有人知 但府上众人皆称此人为江先生 据说这位江先生也擅长挂步 有苏玄柳梅一条 按道莫非天魔主要找到的人 就在秦孝身边 安王府府外 看守大门的小丽看到 江玉拿着大包小包 朝府外走去时 开口询问道 先生日安 您这是 江玉笑笑道 在下外出访友 办完事便会回来 小丽看着江玉一身行头 怎么看都像是要跑路的 内心想到之前 被请去皇宫的门客们一去不复返 府上其余的门客也是人心惶惶 经常有人收拾包袱连夜跑路 难道江先生也是 但是想到王爷主护过 绝不能为难江先生 只好叹了一口气说道 那还请先生自行小心 便让其离开了 江玉来到城外一处山峰之上 想着自己自从穿越到这个世界 一路上谨小慎微 若没有这份谨慎 怕是早就死人一个了 只是现在想到秦孝这样一位贤主 却是命运蹉跎 自己再也不能做事不理了 江玉割下自己一些巫私 将其缠绕在三只香上 双手持礼 贺道 三天之上 以道为尊 万法之中 焚香为首 今以三只功德香 拜请四方神圣 八方阴魂 传令南山陵百仙家 入秦国以许 如有愿者 敬请香 江玉手中三只香自行燃起 鸟鸟烟雾升起 原本无风天气 呼得起了一阵阴风 江玉回头看去 面色一喜道 来了 然后看到那烟雾凝聚成的人影 来到香炉前 开口继续说道 路过的妖怪也好 精灵也罢 阴魂阿飘也可以 请现身吧 江玉看到现身之物 应是一个阴魂 看起来这小阴魂并无什么力量 但是当个跑腿小哥倒好使的 随后江玉和江要离去的阴魂说道 莫要忘记了哥哥的嘱托 安王府内 秦孝来到江玉的住院 想要和江玉商量一些事情 便听到下人禀告说 江先生一早出城房友 秦孝内心疑惑地问道 江先生是我从玉华江里捞出来的 也是第一次来秦国 哪来的什么就有 下人只好如实说道 小的看见江先生外出时 拿着大包小包 秦孝不由地苦笑一声 内心则是想道 现在那妖妃处处难为自己 先连府上的门客死得死 逃的逃 就连太府林玄凤也束手无策 只是叮嘱自己要忍耐 任谁也看得出来 自己穷途陌路了 秦孝低垂眉眼 手轻轻抚着院中水缸的边沿 心中思绪万千 不由地唾弃了起来 就在此时 秦孝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公子是在找我吗 这声音瞬间让秦孝浑身一击灵 猛地扭头看向身后 在他身后 江玉笑容和煦地站在哪 秦孝立即冲到江玉面前 握住江玉的双手 美眸圆瞪 吃惊地问他 先生 你怎么还在这儿 江玉顿时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公子这是什么话 我在这不是公子安排的吗 莫非公子不让在下住 秦孝立即回答道 不不不 这院子先生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江玉倾咳一声 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说道 公子 旁人看了还以为公子这是拿住了一贼人呢 秦孝这才发觉自己愉悦之举 脸颊顿时红了 连忙松开说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深夜书房内 我听下人说 先生外出是位房友 我还以为先生 先生此次出行 可有见着这位旧友 江玉含糊地回道 没有 那旧友并不在咸阳城内 出门只是托人送了口信 让他来府上一许 秦孝刚疑惑江玉的旧友是一位怎么样的人 就感受到房子不停地抖动了起来 江玉淡淡地说道 公子莫怕 只不过是那个人来了而已 秦孝紧张地问道 谁 谁来了 江玉一边饮茶一边倾笑道 那自然是 一位旧友 秦孝察觉到外面好像有什么东西靠近 便打开房门向外看去 只见一身雪白的猫蹲坐在门口 还没等秦孝反应过来 猫咪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江玉白舌说道 嗨呀嗨呀 瞧瞧那小孤魂把谁叠起来 看来这趟没白跑呢 许久未见 用不着这么冷淡吧 我的旧友 小山君 看到如此可爱的小山君 秦孝兴奋地要亲自下去喂其准备猫粮 秦孝离开后 小山君慵懒地趴握在暗毒之上 江玉轻声说道 当日在想在天南山里逗留半个月 小山君都避而不见 为何却又亲自前来咸阳住 小山君并没有回答江玉 而是嫌弃地将江玉倒的茶水一盏推开 江玉不以为意 继续说道 有些事当时想不明白 现在却也领然 那日小山君故意引我去玉华江见那屋背景 是否也有对在下试探之意 小山君听到此话 只是淡淡地说道 你若什么都不说 那老龟不敢造此 你竟真把话说得那么绝 你因此落水 可怨不得本座 停顿一会儿 小山君继续说道 本座天生一同 左眼观人心善恶 右眼推因果机缘 可始终看不透你 即便稍加试探 也不过分吧 你曾经为天南山岭诸多生灵推演天命 对天南山岭算是有恩 如今你拆起那小诸魂 传信天南山岭求助 我等 自当鼎力相助 江玉看向窗外众多身影 感激地说道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朋友 江某令大家费心了 还请诸位暂且在府上落榻吧 话音刚落 窗外众多身影回到尊命后 便瞬间消失散去 另一边皇宫处心殿内 有苏璇询问道 可有找到那江玉的下落 势必回答道 回禀娘娘 已经确定安王府有一位江先生 只是奴婢夜叹了几次王府 却根本入不了那江先生的院子 有苏璇惊讶道 你修为已知六匹 连他的面都见不到吗 奴婢惶恐道 那院中有数尊大妖守护 实力皆在奴婢之上 听到此话的有苏璇内心暗道 看来这江先生就是天魔主要掌之人 只是对方修为深不可测 随后转念想道 奉剑奴还有几日便到达秦国 到时他自会对付这位江先生 自己也不必操那份心 想到这 有苏璇随即又问道 白玉真人如何了 这白玉真人便是秦孝身边的那位崔道长 碧里答道 他已屈服 一切都愿听从娘娘 有苏璇面露微笑 说道 如此甚好 也是时候给安王殿下送一份大礼 这一日 数年不理朝政的秦武军 罕见地开了朝会 坐在龙椅之上的秦武军 听着下人的禀报 皇上 近日整个咸阳城要相似意 干枯的老树发了心芽 各种花朵不分季节的盛开睁眼 异象平生 孔氏 就在此时 门外侍卫大声道 娘娘驾到 有苏璇身披轻薄的绿山长裙 从殿外阿诺步入 身后跟着的一美币 双手端着一小木匣 一边秦安王和太府林玄凤都疑惑 为何这妖妃此时来这里 内心隐隐有不好预感 这时有苏璇已经来到秦武军面前 低垂眼眉 高声道 仙丹已成 今日献于大王 祝大王授予天骑 技术永昌 秦武军看着殿下的爱妃 开心地走下龙椅 来到有苏璇面前将其扶起 有苏璇将装有丹药的木匣 递于秦武军眼前 魅声道 大王 请扶药吧 秦武军拿起木匣中的丹药 左手托举有苏璇的想法 轻声说道 爱妃所赠 便是穿肠毒药 本王也是甘之如頤 随后秦武军当着朝中文武百官 吞下丹药 可是下一秒 秦武军突然冷汗直流 清津暴徒 口中说不出来话语 下方的秦孝见此状 面容失色地向前走去 正当秦孝命令侍卫 要其拿有苏璇之时 秦武军轻声道 等 等等 爱妃 爱妃 有苏璇文声走到秦武军面前 微笑道 大王 神丹药效如何 秦武军此时只觉得一股暖流体内有种 身体之中涌出了使不完的力气 随后大声笑道 我觉得神清气爽 精神大振 朝下文武百官皆面露惊骇 不由的议论纷纷 都觉得有苏璇竟有如此本事 当真神人啊 纷纷下跪高喊 国之祥瑞 无皇万岁 一旁的秦孝和太府林玄凤 都是脸色微沉 没想到这有苏璇当真练成了仙丹 如此一来 有苏璇愈发得胜 秦武军心怀甚畏 将有苏璇拥入怀中 轻声说道 这可都是爱妃的功劳啊 爱妃可要什么赏赐 有苏璇也没低垂 浅笑道 大王谬赞 臣妾万万不敢 只是臣妾有一件言 近日臣妾夜夜为秦国祈福 官的紫威北落 定是紫威大帝之意 我秦国昌龙之事已道 大王当派崔将军率秦军北上 一举攻下魏国 借此祥瑞之兆 我秦军必当视如破竹攻下魏国 而大秦也必将大出于天下 还未等秦武军说话 身后的秦孝听的此话 眉头紧皱 开口大骂道 一派胡言 随后拱手看向秦武军说道 皇兄 军队出征需要大量的军行 可近年来 年年灾患 百姓实不果腹 再加上兴建后宫耗资巨大 早已国库空虚 这种内忧之下 还要士兵饿着肚子去打仗 假如民心军心尽失 连秦国的根基也会摇摇欲坠 出兵一事 万万不可 有苏璇轻声地说道 大人却百般质疑 各位大人 不妨也说说看 难道你们也质疑天狱 还是说你们也想污蔑陈庆 那朝下百官之小 现在有苏璇为秦武军念的仙丹 正是得宠之时 哪敢说反对的话语 纷纷拱手说道 微臣不管 秦孝看着满朝的百官谄媚的样子 一时气节说不出话 而秦武军则是大笑道 出征一事 依了爱妃便是 秦孝听到秦武军竟同意出征 还想继续劝谏 可还没等气说话 此事寡人已经决定 明日便传令 崔将军即刻公路为国 秦孝听得秦武军已如此说 知道此时自己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眉头紧皱地看着得势的有苏璇 这时有苏璇突然开口说道 就冲着安王大人的赤诚之心 我为安王一事准备了一份大爱 神丹 我其实练了两颗 有苏璇停顿一下 嘴角微扬继续说道 对了 安王不知道吧 练成神丹 安王可立了大功了 秦孝一脸惊异地看着面前的仙丹 另一边安王府上 小山君此时正趴在江玉腿上 悠闲地晒着太阳 突然一阵药香传来 江玉鼻翼索动 疑惑地问道 什么味道 这么香 而他腿上的小山君 瞳孔紧缩 沉声道 好重的血煞气 江玉轻声问道 这不是药香吗 小山君为何说这是血煞气 小山君并未说明 只是说道 你自己亲眼看看便知 那小娘子来了 话音刚落 就看见秦孝从远处手捧一幕侠 一脸慌张地向这边走来 江玉连忙起身问 公子银何事慌张 秦孝解释说道 今日那妖妃将此物赠予本王 本王觉得事有蹊跷 克莱请先生帮忙指点 江玉看向那木匣中的丹药 脸色顺便 轻声说道 公子 还是自己看看吧 随后江玉伸手一指 那原本无形之物 渐渐在秦孝面前显露 只见那赤红丹药之上 浮现出一张张猙鸣的人脸 其中隐隐有无数的声音传来 安王大人 好痛苦啊 公子 替我等报仇 救我 救我 秦孝脸色苍白的 看着眼前那一张张人脸 惊恐的向后退去 一时竟未察觉脚下之物 瘫倒在地 江玉见状 立刻伸手打散那阴魂 然后搀扶起秦孝 轻声说道 刚刚那些是困在这丹药中的 亡魂幻想 无法真正伤害人的 公子莫怕 江玉看向一旁的丹药 继续说道 凡人扶此丹药可通气血 增寿源 从此无病无灾 只是 这丹药炼制过程 需要以活人献祭 七魂六破入丹炉 五脏六腹成要渣 听到江玉的解释 秦孝双手紧抱自己 浑身站立的说道 我认得他们 刚刚那些亡魂的脸 好多曾是我府上的门客 还有些灾患中 失去家园的本性 我曾接济过他们 对不起 是我没有能力保护你们 秦孝一边说着 一边失声痛哭了起来 江玉见状长叹一声 轻轻擦去秦孝脸上泪痕 说道 傻丫头 光是掉眼泪 可就不了你的子民 听到此话 秦孝一正 嘴中呢喃道 我 我的子民 江玉淡淡地回道 嗯 我在想 秦国要是没了你 这样一位选贤任能 安民计物的女亲王 将会怎么样呢 沉默片刻后 秦孝目光变得坚毅 双手握拳 为了自己的子民 他愿意为此奋力一国 第二日清晨 秦孝脸颊微红地 站在江玉院外 正当他内心愁愁之时 江玉从身后呼喊道 公子 这是等人 吓得全身僵住 紧张地转过身 将手中之物递到江玉面前 说道 先生 请收下这个 江玉一脸疑惑 看着秦孝手中之物 说道 嗯 这是新衣服 秦孝拘谨地说道 就是上回见您回来 衣服似乎弄破了 我便让财富感知了一件 江玉接过衣 微笑道 真是有劳公子 两久沉默之后 江玉微叹 轻声问道 公子这是要进宫吧 此行有把握吗 秦孝双眉低垂 淡淡地回道 并无可握 但是为了秦国黎明百姓 本王愿此一搏 江玉知道秦孝已下定决心 并不再劝说 而是说道 明白了 既然如此 我也不便相劝 只是临别之际 我还有一事公子 若公子欲无解之局 可心中默念子 萧天太须真君 公子切记 秦孝听了此话 微微汗手后 便潇洒地离去 皇宫后花园内 秦武军梦中 先皇坐于龙椅之上 正考察秦武军 关于治理国家的功课 而秦武军面对先皇的提问 总是吞吞吐吐 说不出所以然来 只是害怕地 将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先皇沉着脸 正想训斥秦武军时 年幼的秦孝 却是轻松地将答案说了出来 先皇对于秦孝的回答 十分满意 夸赞其才智过人 只是暗叹可惜 秦孝是一个女儿身 先皇在看向下方 站立跪着的秦武军 怒斥道 你根本就没有 治理国家的才能 秦武军从梦中惊醒 可别错过了爱妃的县武 太监身形前卿回道 大王放心 武会还没有开始 但是奴才有要事禀报 停顿一下 太监一脸冷汗地小声道 大王 前线节节败退 又因梁响短缺 陆续有将士叛逃 崔将军快支撑不住 秦武军听到此话 脸色一正 开口说道 将 将士叛逃 怎么可能 还没等太监回答 不知何时走来的有苏璇 一巴掌打在太监脸上 随后怒斥道 混账东西 在这胡言乱语什么 来人 把这狗奴才拖下去砍 有苏璇拉着秦武军的手 满脸妹笑道 大王 您还愣着干嘛 歌舞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次的舞技各个都是角色美人呢 听到此话 秦武军便没有再继续询问 而是跟着有苏璇向外走去 这时又一太监来到秦武军面前 颤抖地说道 启禀大王 安王秦孝和林玄峰里大人闯入后宫 小人实在拦不住他们 他们还 还 太监吞吐地不敢继续说下去 秦武军刚想继续询问的时候 就看到秦孝和林玄峰等人 接披麻带笑地走了进来 随后恭敬地跪在秦武军面前 秦武军看着面前的秦孝等人 胡怒反笑道 好好好 你们这披麻带笑的 是想咒寡人死是吧 秦孝拱手回道 陈等是为秦国百姓亡死披麻 为国之江王带笑 秦武军冷笑地回道 我倒要听听怎么个国之江王 秦孝看向一旁的有苏璇 一脸怒容地说道 妖妃有苏璇 以活人炼丹 视人命如草剑 不仅淫乱后宫 还妖言惑众 煽动战争 应立即打入天牢 不等秦武军说话 秦孝等人一口同声说道 妖妃不除 臣等请辞还乡 不问正事 秦武军听到秦孝等人态度如此决绝 不由得一正 恼怒地说道 岂有此理 你们这是逼宫 一直未开口的有苏璇 这时轻声说道 各位大人各个位高权重 却想用权势逼迫大王就范 来欺辱我一个弱女子 有苏璇停顿一下 从怀中取出一小册 话锋一转继续说道 不过 我看还是免了吧 本宫进来收到一本册子 此乃是安王和太府林玄凤 谋逆造反的书信 心笑听到此话 眉头紧皱 大声怒迟道 胡说 我与林大人对大秦一片赤诚 怎么会有谋逆之心 你这妖妃 有苏璇听到此话 不紧不慢地双手拍了拍 淡淡地说道 对了 我是有证人的 来人 把白玉真人崔道长请上来 秦笑惊讶地看向身后 此刻崔道长脑袋滴滴地搭蜡着 双手被镣铐锁住 显得十分狼狈 不敢看向秦笑 崔道长来到秦武军面前 面色麻木地跪下 开口说道 草民认罪 秦笑早有狼子野心在封地时就囤粮养兵 密谋造反 秦笑听着崔道长话语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他 只是嘴中喃喃道 更是引以为忘年之交 可是这样的人竟是在此刻背叛了自己 秦笑心中似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一样 崔道长听着秦笑的诗神尼南 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眸 沉声说道 殿下 终于两难全啊 秦武军手中拿着小册 贺问道 秦笑 你做何解释 秦笑冷笑一声 反问道 皇兄 我要说是妖妃陷害的 你信吗 秦武军听到此话 身体微微颤抖着 沉默片刻后 低沉地说道 将安王打入大理寺堪压 听后发落 秦武军话音刚落 下面跪着的林玄峰突然站起身来 看向秦武军怒骂说道 秦武军 先皇怎么会把皇位给你这个 还没等他说完 一旁的有苏玄立刻怒吃道 反了反了 还不快把这老东西拿下 侍卫闻声就要将林玄峰压下去 秦武军抬手指向林玄峰 刚想要说些什么 就看到秦笑双目圆瞪地盯着自己 随后秦笑大声怒骂道 皇兄 你根本就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 秦武军听到此话 顿时眼睛圆睁 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沉默片刻后 秦武军无力地说道 罢了 寡人累了 一切交由爱妃处理吧 说完便离开了此处 有苏玄等秦武军离开之后 轻笑道 大王真的是 这么重要的事情 交给人家处理 这可如何是好啊 有苏玄停顿一下 随后一脸戏谑的大声说道 那就明日问诊 听到此话 林玄峰将秦笑护于身后 怒斥道 你这妖妃 今日要是感动安王一下 老奴跟你们拼了 当林玄峰话音刚落 一世卫就投掷一场枪 狠狠刺中了林玄峰 秦笑双目失神地看着 为了保护自己而死去的林玄峰 浑身不停地颤抖着 这时有苏玄来到秦笑面前 轻笑道 安王大人 本宫送的大礼 你还满意吧 当天夜里 数千皇宫竟未闯入安王府 将其府上所有门客庸人全部击杀 义士哀嚎声 求饶声不绝于耳 同时 另一边有苏玄身边两女婢 林玄峰房门说道 江先生可在 我家娘娘有请 等待片刻 房间内无任何回应 俩人便打开房门走了进来 看到江玉房间内早已空空如影 便知晓江玉已经逃走了 随后离开向有苏玄复命群 第二日 咸阳城内早已传开 秦武军今日要在五门问斩安王 所以有很多百姓 早早地围惧在皇宫门外 等时间一到 皇宫大门缓缓打开 一道身影慢慢地从中走出 而此人便是将要被问斩的的安王秦笑 江玉身边站着一身似麋鹿 足似狼指 遍体生灵的庞然大物 其正是小山君原本面貌 小山君乃是山间祥瑞之寿 玉其灵 其双瞳异色 一者清玉 一者赤金 身后两根长长的尾白摇印 小山君不解地向江玉问道 我说 明知必死却欲望 先生 这世间真有这般吃傻愚笨之人吗 江玉轻声回道 在他心中 大意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 小山君若有所思地继续问道 先生也是一个心有大意之人吗 江玉闻声摇了摇头 倾笑道 我只是个俗人 随后抬头看向远处开口说道 就这里吧 真是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 我们就在这里为您准备天命祭典吧 皇宫内 此时的秦武军昏睡在床榻之上 脸上满是痛苦之色 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额头上的冷汗 也是止不住地往外骂 而一边的有苏璇 看到如此痛苦的秦武军 双眼镜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水 有苏璇身旁的婢女看到后 娘娘 您是在哭吗 有苏璇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轻声地回道 不 我没事 赶紧去刑场吧 说完便向外走去 边走边问道 奉剑奴大人还没有消息吗 婢女恭敬地回道 没有 不过那个姓姜的也没有出现 有苏璇轻轻点了点头 片刻后 便来到了皇宫外城城楼之上 有苏璇听到城楼下方 竟是一片喧哗 疑惑地问道 怎么那么吵 婢女惶恐地俯身回道 西炳娘娘 刑场前聚集了大量市民 只见城楼下方早已人山人海 百姓皆是满脸怒容地说道 岂有此理 安亡谋逆 这怎么可能 当今圣上真就瞎了不成 连林太府也惨遭毒手 这秦国待不下去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百姓声援勤效 维持秩序的士兵 也是紧张了起来 而城楼之上的有苏璇 更是紧皱双眉 内心渐渐升起不好的预感 有苏璇知道 如果继续让百姓的情绪发酵 肯定要发生暴乱了 所以有苏璇立即让身边女婢下令行刑 不能继续等下去了 跪于高台之上的秦孝 此时双目失神地看向远方 内心则是想到江玉离别时的赠语 不由地口中泥喃道 紫霄 天 太虚 真君 远处的江玉此时位于祭坛中间 脑海中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神情猛的移速 知道是时候了 下一刻 江玉右手并坐剑指 指尖挥动 系统的提示在江玉面前显现 是否为秦孝改命 改命需消耗秦孝十万功德 秦孝目前功德 七万四千五百三十五 看到这个提示 江玉不由地暗叹一生 秦孝为秦国尽心竭力 一生积累不菲 竟也到不了能改命的地步 这是系统再次显现提示 宁可选择消耗自身十万点功德 为其改命 目前功德 十万一千两百五十二 江玉毫不犹豫地 就选择为秦孝补上欠缺的功德 随后系统就提示到 以消耗秦孝七万四千五百三十五点功德 以消耗您两万五千四百六十五点功德 您已成功改写秦孝之命 而一边的小山君 此时瞬间毛发乍起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江玉 一同之内倒映着江玉的身影 看到原本缠绕在江玉身上的因果线 那与秦孝牵连红线原本已经几乎断裂 可在这一刻 此红线却是瞬间壮大 变得极为坚韧起来 小山君内心疑惑道 先生明明是人足修士 身上无半点香火器 为何会有神道尊号 不解的小山君此时内心也是更加坚信江玉乃是神人眼 另一边咸阳城内 此时已被斩首的秦孝 并没有想象中的鲜血飞溅 藏气四流的场景 而是有犹如山间精灵的生物 从秦孝断头和四肢处幻化出来 看到这一幕的老百姓 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认为是安王善举感动了上天 是先人做法救了安王 随后全部跪在地上 双手合十继续为安王祈祷 这时小山君驮在这江玉向这边飞驰而来 落足之处自生祥云 所过之处 周围百姓无不跪拜祈福 当江玉飘然至刑台之上 城楼之上的有苏玄顿时一惊 内心则是知道此人便是自己要寻之人 江玉 刑台之上的江玉看着周围的百姓 和声道 秦国的子民们 你们的崔将军已经撤离魏国战场 正率领十万秦军赶回咸阳 如果你们也同样热爱这片土地 也请助我一臂之力 为推翻暴政而战 听到江玉的话 城楼之上的有苏玄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可恶的妖道 奉剑奴为何不来帮助我 难道是天魔主大人的意思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时江玉看向有苏玄轻声地说道 天下大事 分九必合 合九必分 有苏玄 你练妖丹蛊惑秦武军 斩安王除一己 应该是想借此将秦国国运占为己有 可你何不看看现在民心向谁 国运又在何处呢 刑台之上 江玉神情一宿 朝着皇宫之内击手一拜 贺声道 请秦国国君一剑 声音轻缓低沉 回荡在整个皇宫之内 秦宫内的秦武军 神情精致地从床踏之上坐起 脑海中回荡着江玉的声音 随后起身拿着佩剑 便慌张地向皇宫外冲了出去 片刻后 秦武军来到城墙之上 听到下方巨大的百姓哗然之声 语气着急地问道 爱妃 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有苏玄才发现 秦武军竟也来到了这里 还没等他开口 一旁的女币便说道 有个妖道散播谣言 煽动民众暴乱 大王 城墙上可不安全 听到此话的的秦武军 眉头紧皱看着城墙下方的江玉 江玉见到来人有着赤龙护体 便也就知晓此人 便是声名狼狈的秦武军 这时 秦武军运怒道 一方外之人 不好好在深山修行 也敢管一招国事 你找寡人所为何事 江玉拱手道 我乃义犹方挂师 修行市井之中 由经秦国 出入咸阳之时 有一赤龙入梦 那赤龙托我来长一眼 观秦国国军如何 观秦国未来如何 请大王借我一随身之物 城墙之上的秦武军 内心一禀 不解城下之人 是如何知晓赤龙所在 而且难道秦孝和林太府断言要成真 下一刻 秦武军便否定了这种想法 内心坚定地认为赤龙依然庇护 什么大秦江王 当真认为自己对国运之事一无所知 当初自己还想网开一面 这些贱人 死有余辜 秦武军解下腰间一块玉佩 抛给江玉 声音冷道 你应该也是秦孝等人的余党吧 我还真想听听 你如何推断我大秦国运 江玉伸手接下玉佩 系统提示道 是否为秦武推演天命 本次推演需要消耗 一百万点天命积分 一招国军 推演代价不可谓不大 不过江玉早已从其他处收了报酬 所以不犹豫地选择了事 随着无数的讯息涌入江玉的脑海中 江玉深深地看着秦武军 语气冰冷地说道 副使子 子侍父 君杀臣 臣逆君 国将布国 大秦当网 声入惊雷 一言便断了这秦国国运 听到此话的秦武军 顿时怒发冲冠 一指江玉 向左右侍卫怒喝道 数字安敢妖言获重 将这妖道给寡人拿下 周围的近视 迅速持兵任上前 气势汹汹地要将江玉拿下问罪 可就当他们靠近之时 大地之下突然翻涌一阵 一条足有百丈之巨的青蛇破土而出 将江玉和小山军护在身后 吐着信子 树桐冷冷地看着周围的士兵 正当众人害怕畏惧之时 秦武军却丝毫不见惧意 上前怒吃道 大大 小小妖物 安敢在天子脚下作乱 说完便拔出佩剑 杀气腾腾地跳下城墙 一剑斩在青蛇身上 那原本坚硬如铁的鳞颈血肉 竟如同豆腐一般被切开 顿时青蛇发出一声悲鸣 树桐之中竟是闪过畏惧之色 秦武军作为一国之君 在一招气韵加持之下 无论是大妖还是盗门高人 都很难侵害于他 这便是他面对江玉的底气所在 秦武军面前再无阻碍 手持利剑 朝着江玉气势汹汹而来 秦武军身后的赤龙 就如同江玉梦中看到的一般无二 江玉面对剑锋 不躲不避 双指轻松便夹住利剑 看到这一幕的秦武军 眼神之中流露着惊骇之色 更加疑惑此人到底何方神圣 这时江玉轻声道 这就是饱含真龙气息的帝王之剑吗 下一秒 秦武军中的帝王之剑 便被江玉轻松加断 江玉抬头看着秦武军继续说道 如此的 不堪一击 帝王之剑本身就和秦武军气韵融合在一起 此时断裂 也让秦武军遭到反噬 痛苦地向后倒去 无人能看到那国运所化的赤龙 已然来到了江玉身后 加持在他的身上 江玉看向秦武军说道 秦武军 你可知罪 秦武军怒道 寡人何罪之友 江玉手掐剑绝 一张黄符立于指尖 口中轻贺道 你不知 那我便让你知晓知晓 召请雷部将 神器荡八方 雷公助握 原本晴朗的天空 呼得起了漫漫乌云 巨大的雷柱自天空落下 不偏不倚地落在皇宫之后 江玉对着秦武军说道 你且回头看看 这皇宫后花园之下藏的什么吧 在秦武军身后 一道黑烟滚滚而来 而那黑烟之中 浮现一张张恐怖的人脸 秦武军下意识地就要向后退去 就在这时 一只手抵在他的肩膀上 轻声问道 大王可认的这些人 秦武军惊恐地吞吐说不出话来 江玉继续说道 你自然认不得 这些人本都是秦国的百姓 而如今血肉化作了丹渣 魂魄成了丹饮 至于这些许残魂 江玉声音渐渐冷了下来 沉声道 仙丹入腹 一口吞了万千子明 秦武军 你可心安 字字入刀府 凿在了秦武军的心头 每说一字 便让他脸色苍白一分 额头早已冷汗密布 可即便如此 秦武军却咬牙道 既是寡人子明 为寡人所用 有何不可 寡人何罪有之 何罪有之 便是江玉这般好脾气 闻得此言 也是顿时冒起几分火气 运怒道 那赤龙入梦 曾赠我二物 其中一物乃是龙尾断罪闸 上闸昏君 下斩妖邪 大王既然觉得无罪 何不上此闸 断一断生平过往 秦武军身体此时 竟不受控制的 朝着那龙尾闸走去 眼神之中流露着惊恐之色 就在此时 城墙之上的有苏璇 心中暗道不好 随后便腾飞而下 朝着形台飞去 怒斥道 放开他 那倾国资荣 此刻竟是满面争鸣 一直势力在江玉身边的小山君 立刻昂起头 青青二童看着有苏璇 冷冷道 大胆妖女 莫要打扰先生 说完小山君张开锯口 一道惊艳喷吐而出 瞬间就将有苏璇吞没 被滔天惊艳冲刷过后 有苏璇身上那滑贵的 弓服长裙被燃烧殆尽 裸露的身躯散发着 莹莹之色 晶莹剔透犹如玉雕一般 坠落在形台之上的有苏璇 被小山君踩于脚下 小山君不屑地 对有苏璇说道轻 国运人心皆不在你 现在的你也敢在 本座面前撒野 随后又对着姜玉说道 先生 请继续吧 这妖女就交由本座便是 听到此话的姜玉 清点头颅 随即赫声道 开闸 斩军 这时秦武军的身体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再也不受控制地 向龙尾闸走去 看到这一幕的有苏璇 大惊失色地喊道 大王 随后又使尽全身的力气 将小山君推开 向着秦武军直出而去 在龙尾闸落下之际 有苏璇奋力将秦武军 推出闸口 但是自己却立于龙尾闸之下 秦武军看到有苏璇 竟如此拼命地救下自己 一时愣在了原地 下一刻 龙尾闸锋利的刀口 就落在了有苏璇的身上 瞬间就让有苏璇的气息 衰败了下来 那原本还七分四人的身躯 越发变得像玉雕 看到这一幕 江玉目露惊异 嘴中泥南道 竟是动了真情 居然妄图用妖力 对抗闸刀 当闸刀再次落下的时候 有苏璇发出更加凄惨的叫声 无数的妖力 瞬间从其体内一散而出 最后闸刀连落三次 足足斩去有苏璇千年道行 到了最后 有苏璇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了 身体也已经完全预示化 见到这一幕的秦武军 瞬间起身来到有苏璇身边 将其拥入怀中 痛哭流涕地看着 显露圆形的有苏璇 有苏璇则是眼眉低垂 虚弱地说道 大王莫要看我 妾身这副模样 定是难看死了 这事将于轻声说道 有苏璇 你妄图窃取秦国国运 一度天节 残害无辜秦国百姓 早已犯下弥天大罪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沉默片刻的有苏璇 神情不甘地说道 我的天节 如果不窃取一国国运 便无法对抗 也许我是死有余辜 可是 我也想知道 为何我就该天命如此 听到此话的江玉 心头一震 你难道 又是天命 究竟何为天命 思绪万千的江玉 拍了拍小山君的背景 轻声道 走吧山君 国运赤龙既已脱困 剩下的事 就交由秦国子民 自己决定吧 随后在秦国众人 瞩目之下 小山君在这江玉 飘然地离开了此处 在一处森林山洞中 秦孝从昏迷中 迷迷糊糊地 睁开了双眼 等到意识完全恢复 秦孝才意识到 自己竟然还活着 随后秦孝艰难地 坐起身子 想起自己刚刚还在 刑场上向先生祈祷 现在这是在哪 没有头绪的秦孝 刚刚整理完自己发关 就看见江玉 从外面走着进来 秦孝轻声说道 先生 果真是你救了我 你的那句口诀 我还以为你是安慰我的 下一刻秦孝 竟看见江玉 单腿跪在自己的面前 随即惊讶地问道 先生你这是 江玉左手 托起秦孝的手掌 神情默默地说道 您总算醒了 我的王 听到此话的秦孝 先是震惊地 捂住自己的嘴巴 随后又神情黯淡地说道 先生莫要说笑 我怎么可能成为王呢 我 不过是个女子 江玉文言站起身 将秦孝从石床上扶起 不紧不慢地说道 可是公子 这是什么需要愧疚的事吗 随后江玉又问道 秦国命数将尽 公子之后做何打算呢 秦孝脸上露出坚定的表情 说道 那我定要回咸阳城 与秦国子民共度难关 江玉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轻声说道 既然如此 就此别过吧 贫道也是时候离开秦国了 听到此话的秦孝 颤几次三番想开口说些什么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这是江玉伸手指了指身后的山珠经 说道 话说 此处洞府乃是山珠先生一家的七夕之死 我们打扰他们已经好一会了 秦孝文言 立即不好意思地摆手说道 原来是这样啊 对不起 打扰了 我们这就离开 片刻后 山洞外 秦孝坐于山珠背上 江玉轻笑道 呀 没想到山珠先生真的答应 送安王回咸阳城 真是热情好客 听到此话的山珠 留下了委屈的泪水 但是迫于小山君的威严 只能有苦往肚子里焰 在秦孝将要离开之际 江玉再次开口说道 秦国命数将尽 公子将来若要有作为 不可以秦为号 当以乾坤为数 随后江玉从怀中取出一物 继续说道 此物乃是一位有人托我代管 如今便赠给公子 秦孝接了过来 打开黄皮包裹 不由得遗正 包裹之下 是一尊龙手玉玺 秦孝刚想要问些什么 江玉则是低下头 对山珠经说道 山珠先生 接下来就拜托您了 请把安王送至咸阳城外 崔将军的扎营地 去吧 随后山珠经便载着秦孝 朝着山林的方向走去了 秦孝频频回首 眼眸之中似有千言万语要解 但最后 只化作深情的泪水落下 此时在咸阳城外 秦国的将士 正等着他们女王的归来 看着秦孝离去的身影 江玉内心轻轻道 万望珍重 片刻后 江玉调整了一下心情 难道离别还真是伤感啊 不过你是不会离开我的 对吧 山君 那么 咱们也该上路了 秦国侍了 江玉也是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 只不过这次多了一只猫的陪伴 三天前行场外 一对和尚师徒路过此地 老和尚对着筑艇脚步的小沙迷轻声问道 砍头而已 有什么好看的 小沙迷眉头紧皱 不解的问道 可是师父 我听到了民众的心声 他们都说 这要被砍头的是个好人 随后小沙迷扭过头 看着老和尚继续说道 师父 这世间好人不得善终 我们又为何修善法呢 老和尚危政 思考片刻后说道 这些与你还是太早了些 你我道足且长 且快些行吧 可就在离开之际 呼得平地起了一阵风 让老和尚脚下一个亮枪 手中的酒葫芦当即一倾斜 葫芦中的酒叶泼了出去 不偏不倚地落在一个路过 带着斗笠的女人身上 老和尚双手合十 上前告罪道 瞧瞧老和尚这手 女施主 您没事吧 那酒叶落在那女人身上 竟如同水入油锅 发出噼啪炸裂声音 紧跟着 一股妖气自那女人身上爆发 欲缘清夜 那带着斗笠的女子 缓缓摘下斗笠 低沉道 素问灵红寺活佛佛法高深 应该不至于手抖吧 随后语气阴狠地继续说道 我看您是 急着找死 那斗笠之下 是一张诡异的人脸 半边是美人脸 而另一半却是布满了 蛇鳞般的鳞片 此女正是天魔主麾下 奉剑奴 老和尚叹了一声道 爸爸爸 凡俗之事老那管不了 这妖魔事 老那还是要管一管的 随后老和尚袖子一甩 袖中金光闪动 竟是将奉剑奴收入袖中 一旁的小沙迷惊喜道 还是师父强啊 妖怪姐姐被收入袖中了 老和尚按住自己抖动的左手 陈生说道 不 这回咱碰上的可不是善茶 总之我们快些出城吧 莫要牵连了百姓 另一边 小山君在这江狱 及时在山林之中 这时小山君开口问道 先生 你既说奉剑奴在追你 那为何他不在刑场出现呢 江狱回道 不知 这只能问他自己了 片刻后 小山君又开口问道 其实 我一直有个是想问 先生如何招惹奉剑奴这尊大妖 江狱反问道 怎么 他很强吗 小山君神情肃然 轻声道 这么说吧 奉剑奴又名玄剑军 玄剑军声名确起之时 本作还在吃奶呢 此女后来成为天魔主徒 山兰的侍女 有如此强大的主人坐后台 这位玄剑军可真不好惹 听到这 江狱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小心地说道 其实我和他无冤无仇 但是他的主人 算是和我有些过节 听到此话的小山君 表情别提有多精彩 身上的毛发顿时炸开 直接吓得变回小猫咪样貌 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江狱 恼怒地对着小山君说道 高速驾驶中 你干嘛突然变醒了 这样很危险的好吗 小山君看着江狱 冷淡道 我看咱们还是直接毁灭吧 你得罪谁不好得罪 这种不得了的人物 就在江狱和小山君争论之时 一道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 江狱 你倒是让我好找 听到此话的江狱和小山君 顿时呆愣在原地 心中暗道 什么鬼 说曹操曹操就道 下一秒 小山君从江狱怀中跳下 看到这一幕的江狱心中欣慰道 山君平时爱吹嘘装腔做事 犹如猫傲天一般 没想到关键时刻 居然能挡在我身前 对不起山君 我错怪你 江狱还在自责之时 耳边传来小山君淡淡的声音 玄建君 事实上本座与身后这位江先生 萍水相逢 冤有头债有主 建君莫要伤了无辜啊 听到此话的玄建君 在经过小山君身边时 轻声道 嗯 既无瓜葛 那也就没必要留着性命 小山君以为这样可以逃过一劫 可凤剑奴的话 顿时让他心中一凉 下一刻 小山君再次变回原本面貌 一巴掌狠狠地拍向凤剑奴 可面对小山君突然地攻击 凤剑奴身影向一侧闪去 轻松地便躲了过去 随后戏谑道 咱是不是过于天真了呢 天难领的 小猫咪 看到自己袭击未重 小山君对着江狱大喊道 先生 快跑 随后小山君便在这江狱 向山林深处逃去 片刻后 小山君对着江狱说道 先生快看一眼 那女人可追来了吗 江狱向身后看去 回道 没人 或许是摆脱了 突然间 小山君脚步一顿 来了个急刹车 江狱脆步急防之下 差点被甩了下去 江狱稳住身形后 轻衣不定道 怎么突然停了下来 小山君苦涩道 先生看看前路吧 江狱这才抬头看向前方 只见那凤剑奴 不知何时 已经到了前面 拦住了去路 小山君小声问道 先生 若是现在投降 他幽不幽带俘虏啊 江狱淡淡说道 幽不幽带不知晓 但以他这个性子 我还有用 至少性命暂时无余 小山君悲鸣道 那本作无用 岂不是被一剑斩了 江狱安慰道 怎么能说无用呢 山君出身高贵 这皮毛骨巷 怎么说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 拔了皮拆了骨 削致成格 谁不喜欢呢 小山君听到这话 都快要自闭了 奉剑奴剑二人私语 一直等他们聊完了 才开口道 聊完了吗 若是跑累了 就束手就擒吧 若是还要再做挣扎 我也可奉陪 江狱呵呵笑道 当日天魔主当面 在下都能跑得了 阁下觉得 有十足把握能留下我了 奉剑奴弹弹弹道 你可以试试 江狱从怀中取出一张黄符 二指并做剑指 夹着黄符立于胸前 大喊道 千里神行 江狱一脸风轻云淡的等了许久 却迟迟不见有所动静 表情渐渐有些绷不住了 这神符 也是从日月湖老龙那讨来的 为何现在却是不灵了 难道是小山君太胖待不动 奉剑奴冷冷的 看着江狱手中动作 见他将冷在原地 奉剑奴从怀中取出一块金令 轻声道 我主知晓你手中有日月湖龙神的符咒 又岂会没有防备 这是从龙神那讨要的御符金令 此令在 你手上的符咒皆失去功效 你还有何依仗 江狱心中咯噔一下 没想到老龙那老家伙留了后手 但是也没有怪的自己那位老友 日月湖龙神在厉害 也是万妖国的臣子 如何得罪得起天魔主 事到如今 江狱冷笑道 在下行走江湖 自然是还有些依仗 随后江狱双手掐绝 清贺一声 恭请玄天荡魔真君 一声贺霸 天空中风云色变 奉剑奴抬头看向空中 面露凝重之色问道 请神术 你是神霄宫弟子 江狱微微笑道 待了数月 不过被赶下山 算不得弟子 奉剑奴看着自天空中探下的巨手 继续说道 神霄宫弟子善请神术 但多是请三十六天小神之 我从未听闻 有人能够请得动 九霄上镜的神之 江狱你究竟是何人 江狱神情肃然道 一个游方挂尸罢了 奉剑奴解下身上剑侠 冷冷道 江狱 你确实很有本事 日月胡视你为之己 秦国国运赤龙奉你为救主 天南山岭山君甘为你做旗 便是灵红寺那老活佛 也替你拦下我 现如今 你连九霄上镜的神之也请得动 只可惜你的对手是我 奉剑奴说完 从剑侠中取出一柄古朴的青铜古剑 看到这一幕的江狱 心中危机感更加强烈了起来 再次报贺道 荡摩真君 助我降妖 奉剑奴看着近在眼前的巨手 冷笑道 正统神之吗 江狱 你可知我替我主奉剑 奉的是何剑 此剑名为斩叶 话音落下 只见奉剑奴手中挥持着古剑 狠狠地劈向巨手 那巨手也在剑名声之中 轻松地被劈成两半了 奉剑奴手腕一甩 青铜古剑发出一声清脆的剑名声 冷冷道 此剑 杀人不忍杀灭 斩敌不沾业力 纵然我双手沾满了些 可也是轻轻白跑 那正统神之又能奈我何 现如今 你百般手段都无法摆脱我 你还有什么后手 江狱表情顿时变得呆滞 不理解奉剑奴明明只是个侍女 为何强到如此程度 江狱呵呵笑道 后手自然是有 那就是小山君 好 小山君早就等着这句话了 嗖的一声掉头就往后冲 奉剑奴不屑冷笑 提剑就向前追去 可就在此时 江狱双手一合 高和一声 遵行疾风天狱风真君 神行真君 掌心凝聚两个银符 打在小山君的体内 下一刻 小山君速度骤然猛增 瞬间消失在了奉剑奴的面前 奉剑奴紧钻青铜剑 恼怒道 什么 这该死的江狱 还真是能跑 逃命之时 小山君着急地问道 先生 天大地大 可何处是生怒 江狱双眉紧锁 想到之前奉剑奴身上 带有不小的伤势 看来是拜那活佛所赐 这里毕竟不是万妖国 而是人族领地 那奉剑奴必然不敢 太过大张旗鼓 否则自有人族大能前来救助 所以只要自己能够拖住 自己或许就还有救 想到此 江狱咬牙说道 去灵红寺 灵红寺 后山佛堂之内 小沙迷趴在老和尚腿上 哭得伤心无比 面目苍白的老和尚看着小沙迷 不耐地说道 为师只是打坐疗伤 又不是死 小沙迷依然伤心地说道 可是师父 你流了好多血 老和尚淡淡笑道 无妨 杀至老母鸡补补气血就好了 小沙迷小声嘟囔道 师父 吃肉是破剑 上次掌门师侄已经很生气了 这时老和尚猛地剧烈咳嗽几声 伸手一掩腿 手上满是血迹 探道 那日奉剑奴在咸阳城出现 是为了寻找什么人 而老那恰巧挡下奉剑奴 那人便得以逃生 不管是有人故意为之 还是机缘天成 我与此人的因果纠缠一地 且待为师看看 这因果线之后 究竟是何人 老和尚抬起手 一根金线 自他食指处延伸而出 小沙迷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 突然间跑到了外面 奶声奶气地大喊着 师父师父 这金线连到了天上 老和尚听到此话 错愕不已 诗神难难道 天上 这世间生灵 为何与他都有阴影租差 难不成此人乃是天上仙人 突然间身旁的小沙迷 发出一声惊呼 师父 你的眼睛 老和尚错愕回身 却发觉眼眶之中有鲜血溢出 下一刻 他猛地一低头 吐出一口血了 惨然笑道 为何不早来一千年 天大的机缘 亦是天大的麻烦 若是早来一千年 他必见此人 可现在 一切都晚了 他不敢见 也不敢见 老和尚眼神慈爱 摸了摸小沙迷的小光头 有些不神道 头儿 你我师徒缘分 今日静 小沙迷听到此话 愕时哭出声道 师父 你不要我 老和尚轻轻说道 莫哭莫哭 你是注定要成佛王果位的佛子 老那老了 护不住你了 如今你真正的老师就在门外 机缘已至 你我师徒缘也就静了 老和尚又面色凝重地 在小沙迷耳边轻轻低语几句 然后轻开小沙迷的手说道 去吧 小沙迷一边哭得伤心 一边双手合十 哭腔阵阵地道了句佛号 偶弥陀佛 老和尚和尚和事还礼 阿弥陀佛 片刻后 小沙迷从寺门内走出 耳边就传来江玉着急的声音 小师父好啊 在下江玉 求灵红似活佛一见 江玉话音刚落 就见小沙迷归跪跪地跪在江玉面前 光秃秃的脑袋贴在地上 轻声道 弟子可乐 拜见师尊 这一句话 让江玉的表情从呆至变得震惊 嘴巴微张 疑惑地问道 这是做什么 小师父 你说你叫啥 小沙迷抬起头 认认真真的说道 可乐 我是可自卑的弟子 师父希望我能快快乐乐的 所以给我起了这个法号 我很喜欢 江玉低声泥难道 可乐 我以前也很喜欢 随后又猛地摇头问道 不对 你为什么叫我师尊 小沙迷眼神变得伤心起来 委屈道 师父说 师父受伤了 他说我真正的师父懒了 他的使命已经尽 江玉神情危将 无奈地说道 其实我是来避难的 我建议咱还是进庙里 江玉话还未说完 只见那寺庙的大门 立刻砰的一下就关上 见到这一幕 江玉眼神中满是无奈 这老和尚什么意思 自己的麻烦还没有解决 倒是又送我一个小累赘 随后江玉长叹一声 拖起小沙迷 就翻身上了小山君的背上 小山君也是无奈地说道 你把这孩子抱上来干嘛 江玉淡淡地说道 不然呢人家都拜师了 带着孩子继续跑吧 小山君再次问道 先生现在去哪 江玉回道 去南江之地吧 我尚且有一些朋友在那 应该能保住我们信念 小山君绝望道 南江之地离此地 何止十万八千里 先生这两道神符 可不一定支撑得住 连续赶路多日后 小山君突然停了下来 江玉疑惑地问道 怎么停下来 小山君回道 神符和我的御风术皆已耗尽 可是前面是金沙河 这金沙河赫赫有名 乃是人族领地 与妖族领地分解之地 也就是说过了这金沙河 就到了万妖国 江玉看着眼前的金沙河 无奈地说道 南江在西南之地 万妖国在东南之地 咱们怎么到这 小山君休闹道 欧冠先生 豪王路上犯了卦语 非要绕道去人族之地 给人算上几卦 绕来绕去 才叫本座认错了路 然后又开口问道 现在怎么办 掉头回去吗 江玉思考片刻后说道 不妥 身后玄剑君穷追不舍 南江先去了黄泉九幽 或者我们直接过河 就在这时 小河上可乐看着流动的金沙 眼里闪着小星星 兴奋地说道 哎呀 金子 说着就向河边走去 小山君立即尾巴一卷 把可乐举到半空 然后放到江玉身边 江玉板着脸迅迟道 命不要了 这金沙河便是把小山君丢进去 他都得死 小山君在一边则是开口说道 这金沙河本座自己去度上有些勉强 若带上先生和小和尚肯定不行 你二人挡不住金沙河上的天灯之风 小山君又诧异地问道 过了这金沙河 就是万妖国 先生你得罪了天魔主 还敢去万妖国 江玉微微一笑 解释道 小山君莫非不知灯下黑的道理 最重要的是 去了万妖国 有攻我们落脚投靠的地方 这时小山君突然看向金沙河 指着那边高喊道 先生 有船来了 江玉连忙阵臂高呼 船家 船家 那游船似乎是听到了江玉的呼喊 调转方向 朝着这边驶了过来 带船靠了岸 江玉连忙带着小和尚和小山君 就要登船 可就在他登船之际 船舱的帘子撩了起来 一个女人探出了头来 那女子缓缓开口道 真是许久未见了 我的未来夫君 看清此人面目之后 小山君浑身毛发乍起 顿时觉得自己一身名利施展不出来 惊骇不已地说道 本座 本座 下一秒就看见屠山岚一步踏出 不知何时来到了小山君面前 牵牵御手掐着她的脖子 竟是叫小山君变回了猫模样 随后 屠山岚将小山君抱在怀中 冷冽道 本座面前 你也敢称本座 小山君顿时闭着嘴不敢反了 这时江玉挤出一个比哭了还难看的笑容 击手一败 娘子 这么巧 屠山岚摇了摇头说道 不巧 本座专程在此等你 上船吧 江玉向后退了一步 委屈道 不上可不可以 在下还是第一次 屠山岚看着江玉 冷冷道 你说呢 我亲爱的父君大人 船舱之内的江玉 小和尚还有小山君都被五花大绑的捆 一旁的小山君着急的说道 你到底行不行啊 符咒还没掏出来吗 江玉无奈的说道 你来试试 光是把符咒与到胸口就已经很困扰 还要叼到嘴里 我脖子都要抽筋 小山君只好说道 搞快点 那女人就快进来了 船舱之外 奉剑奴跪在屠山岚面前 不解地问道 主上 您为何千里传音喊我回来 您要找的那位还未找到呢 屠山岚轻声道 不必找了 随后指了指船舱的方向 奉剑奴顺着指的方向看去 顿时就看到船舱之内的江玉等人 而此时江玉用嘴刚好从怀中雕出一张符纸 还没来即高兴 就与奉剑奴的视线对手 连忙吐了符纸 朝他露出一个尴尬 但不失礼貌的微笑 屠山岚自船舰甲板走了过来 捡起地上的符纸 夹在指尖看了看 江玉面容僵硬地说道 娘子 你捡那玩意干嘛 多埋胎啊 那个 其实 我是可以解释的 屠山岚靠近江玉 蹲下身脸凑得极近 微微曲直 在江玉脑门上弹了个脑瓜崩 啪的一声翠醒之后 江玉躺在地上 痛苦地哀嚎起来 屠山岚收拾完不老师的江玉 对着奉剑奴淡淡道 剑奴 你来掌船 回万妖国 金沙和尚 小船缓缓行驶向前 江玉看着眼前 正避命养神的屠山岚 内心疑惑道 屠山岚为什么执意 要把自己绑到万妖国 莫非他想通了 想领自己回万妖国成亲 就在这时 小和尚的声音在江玉耳边响起 不 停止以你的幻想吧 他是在想挖你的眼睛 江玉老脸微红 心虚地呵斥道 我哪有什么以你的幻想 一个小和尚 天天想些什么 出家人麻烦六根清静一点 小和尚憋了憋嘴说道 我明明就听到师父的心声 还有那位女施主的 屠山岚睁开双眼 目露诧异地说道 是独心树木 你身边倒是有很多神异之辈 随后又轻声道 他说的没错 你若是在用那轻挑的眼神看我 本座真打算管了你双眼 江玉善善笑道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好伴赏 屠山岚突然说道 本座 美吗 江玉听到此话 竟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不过好在屠山岚并没有追问 而是继续说道 旁人要不夸耀我不是武功 亦获冠绝古今 你话是第一个 敢在本座面前说这个的男人 江玉威正 随后鼓足勇气问道 敦上 一定要杀我 其实说起来 咱俩一人无仇 屠山岚也谋死了江玉一眼 轻声道 你都让本座成了奶娃的妇人 还想本座饶你性命 江玉面色一苦 连忙说道 那个挂像如此 在下也只是实话实说 不过 在下有一命之法 虽然代价极大 但也不是不可耕 只要尊上助我 原本的命运也可更改 听到此话 屠山岚只是冷冷地说道 将你杀了 一口改命 江玉的眼泪都流了出 伤心地问道 不杀可不可以 实在不行 我买自己一条命可否 屠山岚不信地说道 买 这世间之事 与我皆是唾手可得 你觉得你有什么能够打动我的 江玉自信一笑道 若是能够根治尊圣隐集的一中机缘呢 不知可否买在下一命 此言一出 屠山岚美眸动荡 气势凌然地看向江玉 船舱之内 气温陡然降低 地板上甚至结出薄薄的冰霜 屠山岚冷冷地说道 你如何知小管做的影集 很好 看来不得不杀你的理由 又多了一个 江玉连忙说道 等一下 等一下 在下可解尊上影集 尊上当真就不在意吗 屠山岚微微收敛气息 缓缓说道 何解 江玉回道 三十六天之中 有意流利天药王真君 可解尊上影集 不过 我必须要去一趟神霄宫 屠山岚说道 本座听剑奴提起 你可号令九霄上神 自古以来能够驱使九霄上神的 除你之外 本座从未听说过第二人 难道你在神霄宫之中 有赫赫微名 江玉苦笑道 赫赫微名 如果臭名也算微名的话 那确实是 屠山岚问道 你做了何事 江玉尴尬地说道 替人 算了一挂 屠山岚微正 打去道 怎么 你在神霄宫也算出个娘子吗 江玉想起往事 脸皮直抽抽 叹道 要是那样倒好了 神霄宫几位神女道 都是人间角色 说完江玉就感觉气氛不对 连忙转移话题道 我虽请得动九霄神奇 可流利天之主 恰好和我有些恩怨 我只能亲自去趟神霄宫 屠山岚突然皱眉说道 恩怨 这流利天之主 是个女子吧 江玉震惊地看向屠山岚 内心暗道 这就是女人的直觉吗 随后小心翼翼地问道 流利天之主是男是女 这重要吗 屠山岚轻声道 确实是不重要 不过我也不傻 真放你去了神霄宫 你还会回来吗 江玉连忙说道 我把他俩押给你 屠山岚瞥了一眼 开口说道 一个刚认识一天的小和尚 一只灵宠 江玉义正言辞地喝道 我将某人 绝不是那种抛弃弟子和朋友 独自逃跑的人 屠山岚看向一旁的小和尚 问道 小和尚 他有在说谎吗 出家人不打狂语 若是你骗我 你可听一听 我心中想的是什么 可乐也不知听到了 屠山岚什么心声 吓得小脸都白了 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 一边哭一边说道 师父在骗人 不要吃窝 窝不好吃 屠山岚面无表情地 看着江玉说道 你还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江玉任命般地叹了口气说道 在下肉体凡胎 请下手倾斜 随后船舱之内 再次传来江玉痛苦的哀嚎声 片刻后 可乐凑到江玉身边 关心道 师父 你没事吧 还活着吗 江玉痛哭流涕道 为师是想去搬救兵了 不过还是谢谢您 有备笑道 船舱之外 屠山岚看着手中 一夫媚二的玉陪 心中疑惑道 这半块玉 为何会在江玉身上 这江玉究竟是什么来历 就在这时 奉剑奴宁重道 主人 这天色似乎有些不对 屠山岚文言收了思绪 疑惑地抬头看去 此时天空迷漫起了 蒙蒙乌云 响起阵阵轰鸣的雷声 屠山岚脸色渐变道 是杰云 怎么可能 难道有人敢在金沙河上渡劫 生怕自己的雷劫不够地吗 而且屠山岚越看越不对劲 这杰云似乎朝着自己这艘船来 也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在屠山岚身后的船舱内响起 实不相瞒 这杰云应该是来找代下 奉剑奴将江玉从船舱之内拖出 屠山岚皱眉说道 以修为只是八品禁 又有功德加深 为何会有天节制 江玉解释道 我曾立过誓言 每日为三人推演天命 若是做不到 便让天节加深 屠山岚冰冷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阴霾 缓缓开口说道 你又再细刷本作 江玉苦笑道 尊上抬头看看 这杰云压底 在下怎敢欺瞒 我还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去完成今日任务 否则一个时辰后 杰云凝聚成型 雷杰便会落在这艘小船上 屠山岚轻声问道 那你要如何 江玉咬了咬牙 面带犹豫地说道 其实 这船上处我另有四个人 可乐和山君自愿意 助我完成任务 另外可否请玄剑军 让在下算上一挂 屠山岚低头思索片刻后 摇头说道 不行 只是为赤红潭算挂 便让你知晓了本作隐秘 剑奴乃是本作贴身是弊 你觉得我会答应 江玉文言 双眉井所说道 尊上既信不过我 就将我扔下船 死在这金沙河中 和死在天节之下 也无差别 过了一会 屠山岚突然开口问道 你只能为活人补挂 江玉不解地回道 只要有一缕灵性便可 屠山岚来到船边 两只手挽起长发 简单扎了个马尾后 缓缓说道 这金沙河之中葬着不少人 捞几具灵性尚存的尸海 应该不难 随后屠山岚目光看向江玉 语气强硬地说道 在这候着 话音一落 屠山岚身子轻盈一跃 跳入那汹涌的金沙河之中 江玉看得眼皮直跳 按道直接以肉身 进入金沙河 这屠山岚是个狠人啊 等了片刻后 金沙河中泛起波澜 屠山岚从金沙河之中 一跃而起 落在了船舰之上 他伸手一挥 船舰甲板上 便多出了几具枯骨 四具人形枯骨 两具不知是何品种的妖兽枯骨 屠山岚看着江玉说道 现在没问题了吧 这六具尸骨 足够你撑到万妖国了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我们就不打扰你挂步了 屠山岚说完 便朝着船舱内走去 江玉则是满脸苦涩地说道 倒是可以 不过尊上好歹给在下松绑了 一日过后 金沙河上 江玉坐在船头甲板上 嘴上喃喃道 多亏了这几具尸骨 助我完成每日任务啊 真是有劳各位前辈了 江玉看着面前最后一位人足海谷 将其手掌托起 系统提示音响起 模拟结束 是否为其改命重新推演 重新推演 需消耗苍月子一亿点功德 苍月子目前功德 0 您可选择消耗自身一亿点功德 为其改命 目前功德 75419 江玉缓缓睁开双眼 看着面前系统虚拟光屏的提示 哭笑不得地说道 这人死了都快万年 竟还能改命 不过一亿点功德啊 你是在逗我吧 系统提示继续亮起 您亏是了天命 您可以选择隐瞒天机 奖励功德负一万 小五雷天节 您亏是天命 您可以选择泄露天机 惩罚 功德加一千 以及以下惩罚选择一些 一 苍月子的修行功法 二 苍月子的修行感悟 三 金沙河的一则隐秘 这两日来时间 江玉为六具尸骸都推演过天命 知晓他们都是死于万年前人妖大战 而面前这具尸骸 生前道好苍月子 乃是六品归顶尽的修士 实力强大 其所在的宗门 便是打造了这条金沙河的主力 苍月子生前八百岁 三缺犯命毒 无父无母 无妻 最终为感谢宗门教养至恩 为人族至将来复死 若无这些先辈的付出 若无金沙河分割人妖二战 哪来这人族永昌 虽然金沙河 并不能完全杜绝人妖二族往来 但却能阻挡四品镜之下的人族或妖族 若是人妖二族 再起一次万年前那般大战 主要战力的大军 还是四品镜之下的军队 防止二族大军压境 金沙河的作用可见一般 江玉思索一番后 决定选择第三个 片刻后 江玉眼镜逐渐睁大 眼神中透露着些许不可思议 低声尼难道 这危险至极的金沙河之下 竟有一条不为人知 能够横渡人妖二戒的通道吗 想来这定是前辈们 为人族留下的后手 以备不时之需 不过这则隐秘 对于有些人来说价值连城 但对于我来说 几乎毫无作用 或许将来跑路的时候 能用得上 传弦的另一侧 屠山兰正无语地看着江玉 和一具尸骸翩起舞 这时奉剑奴轻声说道 主人 再过半日 就到万妖国的地界了 屠山兰淡淡点头道 嗯 奉剑奴迟疑了片刻 询问道 不知主人打算如何处置这江玉 屠山兰平静道 他既持欲来 我自然满足他的要求 半日之后 江玉看着眼前山清水秀之地 不由地感慨道 这真的是万妖国吗 原以为会是什么穷山恶水 群魔乱舞之地 一旁的奉剑奴闻言呵斥道 说话小心点 此地虽然隶属于万妖国 其真正的名字乃是屠山 屠山脚下 一只庞大如山的石龟 缓缓抬起头看向天空 生如红雷道 公营无主归山 山门前 也早已有无数妖族厚礼 屠山拦越过山门 沿着石阶朝着大殿走去 每走一步 沿途的屠山妖族 皆是跪地公营 屠山妖族以狐族为主 也不知是何原因 屠山市的族人 大多数都是母狐狸 每一个化为人形的族人 都是漂漂亮亮的兽儿娘 低头扶手间 胸前露出一抹血白 看得人热血澎湃的 等到屠山兰来到正殿前 早已等候多时的石花奴 迎了上来 屠山兰微微汗声 指了指江玉对其说道 将他带下去 安置妥当 石花奴恭敬领命 走到江玉面前 微笑道 小先生 随我来吧 江玉立即拱手说道 有劳有劳 心中则是感叹道 相比较奉剑奴 这位真是一位温柔可人的大姐子 小山君正想随着江玉一同离开 屠山兰捏着小山君的脖梗 轻声道 这就是纯血玉麒麟的皮草吗 手感确实不错 小山君听到此话 顿时脑海中浮现出八皮至格的画面 吓得浑身哆嗦 屠山兰将小山君带到宫殿内 开口问道 江玉可给你算过命 小山君害怕的匍匐在殿下 回答道 本座 不对 我 我没敢找先生推演自己的命运 屠山兰疑惑地问道 为何 小山君不敢隐瞒道 天命有识 旁人不挂 至二三而言其一 但先生不挂知识而言识 但凡领教过先生本领 都会觉得有些害人 我想 被先生推演过的人天命既定 如若没有算过 那么可能天命还是不定的 屠山兰瞳孔微章 震惊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人的天命 会随着他的挂项去运行吗 他真能有这本事 小山君笃信道 先生至今算无一策 或许 先生真是那大道化身 针线将士 正当屠山兰内心暗道 自己这个未来夫婿 不是一般人的时候 突然间从宫殿内 传来一声银铃般的笑声 阿子 屠山兰抬头望去 只见店中搜得闪过一道白影 朝他而来 小山君听到白影 对屠山兰的称谓 心中一惊 难道这位便是下一任天魔主 屠山宁 小狐狸东瞅瞅膝看看 闷闷地抬头看着屠山兰问道 阿子阿子 你不是去人族 带了一个姐夫回来吗 姐夫呢 姐夫呢 不等屠山兰回答 小狐狸眼中闪着小星星 满是幻想到 阿子看中的一中人 一定是那种有三条腿 四条胳膊 八只眼睛的大帅哥 宁儿好想看看 定是的 只有这样的人物 才配得上阿子 他在哪呢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这一连串的问题 让屠山兰不由地扶了扶额头 无奈地说道 剑奴 将阿宁带下去 小狐狸挣扎着说道 阿子 让我看看姐夫吗 大家都很好奇啊 小狐狸不依不饶 可凤剑奴捏着他的脖梗 不跟他废话 直接带他离开 小狐狸被奉剑奴 从正殿带到屠山后方的 一处山洞之外 然后独自气呼呼地走了进去 他一进来 洞内立刻亮起了 树双橙色的眼眸 那是一只只狐狸 这些狐狸都是屠山兰同族的 屠山式狐狐 见到小白狐进洞之后 这些狐狸立刻就围了上了 皆是七嘴八舌地问道 怎么样怎么样 见到尊上的夫君了吗 屠山宁气呼呼地说道 阿子把我赶出来了 没有见到 周围的小狐狸顿时哄笑起来 嘲笑道 阿宁 你定是又吹牛了 你肯定不敢去看 是在外面转了一圈就回来了 肯定又被尊上打屁股了吧 屠山宁听到此话 戏的眼睛都直了 脸颊微红得恼怒呢 胡 胡说 阿子对我可好 才没有打屁股 你们等着 我一定把阿子的夫婿 带来给你们看 屠山宁放了一句狠话 然后逃死地窜出了山洞 片刻都不想游 另一边 是花奴将将玉带到了地方 往后这些日子 先生就住在这里吧 一日三餐都会有人送来 若有其他要求 也可以看守此地的侍卫交代 江玉打扬着自己往后的落脚处 原本他以为来了妖族之地 会被丢进监牢之中呢 而现在 眼前是一处篱笆小院 看来屠山兰是没有对他共行折磨的打算 这让江玉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这时是花奴眯着眼睛微微睁开 话语冷了下来 有句丑话 奴婢得先给小先生交代清楚 还请小先生不要离开这个小院半步 否则 奴婢也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江玉不由地寒颤一下 抢几出一丝笑容说道 在下醒了 看着是花奴的背影 小和尚疑惑地问道 先生 为什么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还能笑着应对 江玉有些心不在焉地回道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 随后 江玉便带着小和尚走进了房间 是花奴招呼道 先生这边 请过来用膳吧 江玉看着那一桌瓜果 小心翼翼地说道 虽然很丰盛 但为什么全是瓜皮果蔬啊 就没点肉吗 是花奴瞥了他一眼 似笑非笑道 原来先生想吃肉吗 这屠山山下都是妖物 小先生是要吃哪一族的血脉同胞呢 江玉连忙摇头说道 不 不是 当我没说 咱也俩就爱吃瓜皮果蔬 你看孩子吃得多开心啊 是花奴文言轻笑道 那真是再好不过 花奴就不打扰两位用膳了 江玉拦住要走的是花奴 笑咪咪地拱手说道 对了 在下不才 擅长些挂不知道 这位小姐姐能否让在下算上一挂 是花奴文言一纵 随后不善地看向江玉说道 果然 还真如主人所说 主人有过交代 若是小先生要给奴婢补挂 奴婢就什么都不要说 先上去 打上一拳 是花奴离开房间后 一脸的神清气爽 反观房间内则传来小和尚哭声 一边哭一边说道 我可怜的师父啊 你咋就撒手人寰了 随后又传来江玉痛苦的声音 住 住手 我还活着 江玉艰难地从地上坐了起来 脸都拧巴都一块去了 心中暗骂道 可恶的屠山蓝 我早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这时身后的小和尚 一边啃着茄子一边说道 师父 我想吃鸡腿 江玉诧异地看着他说道 不对啊 你一个出家人 为什么会想吃鸡腿 小和尚双手合十 念了声佛号 哦弥陀佛 师父说酒肉穿长过 佛祖心头做 江玉无语道 你师父就教你这个 小和尚继续说道 师父还说 要懂世间疾苦 毕竟这世间之事 先落凡尘再做超脱 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说白了 就是该吃肉吃肉 该取妻取妻 寻常百姓做啥你就做啥 等什么时候腻了 再归依我佛不耻 江玉思考一下 觉得小和尚说的话 听起来居然很有道理 随后江玉将手上刮骨一丢 说道 说得也没错 人生在世 及时行乐 说完江玉就要向外走去 小和尚好奇地问道 师父 你要去哪 江玉笑道 刚来的时候 看到路上有片竹林 我看到兔子了 走 带你寻点其他味道去 世花奴虽说是不让江玉离开院子 可江玉知晓 涂山蓝之后还是会用到他 必然会留他性命 竹林里 江玉和小和尚二人 撅着屁股躲藏在灌木中 小和尚质疑道 我说师父 这办法真的能行吗 江玉自信地回道 你别不信 我用这个办法打过麻雀 瘦果雷雷 小和尚文言无语地说道 可是咱都等几个时辰了 兔毛都没见着啊 我不想等了 我要回家吃瓜皮果书了 江玉恼羞道 哎呀 你烦不烦啊 兔子都是被你吵得不敢出现了 这是小和尚一本正经的回道 师父 你明不明白啊 没有哪个智障兔子 会中你那低级的陷阱的 小和尚话音刚落 就看到江玉布置的陷阱被触发了 见到这一幕 江玉高兴地手舞足蹈 大笑道 我就说吧 这招准管用 抓到了 而一旁的小和尚呆滞地站在一边 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 江玉来到陷阱跟前 掀起菠萝就看见一纯白狐狸 手中还拿着陷阱被放置的胡萝卜 满脸恐惧地说道 大 大的 什么人竟敢偷袭我 江玉疑惑地说道 一只小狐狸 已经能口吐人言了 看来已有修为 而一旁的小和尚 则是认真的问道 小狐狸能吃吗 小白狐闻言 立刻纵身跳跃到一旁 警惕地问道 岂有此理 居然布置如此低级的陷阱 偷袭本小姐 还想吃我 江玉闻言连忙问道 小姐 请问你是 屠山宁仰起头 轻声道 正是 我叫屠山宁 宁静的你 你两位又是什么人 江玉听到他报上的名号 不由微微一正 屠山是 能够以屠山为信 必定是血统纯正的屠山狐妖 想到此 江玉微微一笑 拱手说道 在下姓江 单字一个月 你可以换我江先生 屠山宁竖起耳朵 上下打量着江玉 缓缓说道 先生 你是教书的 江玉撩起一袍 将腰间一块小罗盘给他看 随后说道 我是一个算命的 屠山宁文言恍然道 哦 我懂了 你是一个江湖骗子 我阿子说了 算命的都是骗子 江玉尴尴一笑 拱手说道 你家阿子理解到也蛮清奇 还未请教 你家阿子姓甚名谁 屠山宁冷哼一声 一脸神气的说道 那你可听好了 我家阿子便是屠山之主 寻妖之首 万妖国国君 天魔主 屠山蓝事也 江玉内心暗道 果然 这小白虎口中的阿子 原来就是屠山蓝 只见屠山宁继续说道 实不相瞒 本座图经此地 实则为了寻我姐夫 也就是阿子的夫君 没想到居然被你们 用卑鄙的陷阱倾注 如果你们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大发慈悲 放你们一马 看到树林的尽头那座房子了吗 我打听到阿子的夫君 就住在里面 我刚去里面调查了 里面没人 我问你 你有没有看到一男人从里面出 江玉尴尴尬一笑 轻声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就是那个男人 我好像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 天魔主的夫君 屠山宁双眼充满了震惊 不可置信地端向着江玉的脸 心中疑惑道 只有一个鼻子 两个眼睛 随后屠山宁从江玉身上跳了下来 瞠目结舌道 这不可能 阿子要嫁的人 起码也得轻便疗牙 三头六臂吧 江玉无奈地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 轻笑道 其实我也觉得不合适 不如你劝劝你阿子 把婚约取消 屠山宁扭过身子向外走去 说八道 我要回去问问我阿子 江玉刚伸手想要阻拦 就看见小白狐身影一串 消失在竹林中 江玉摇了摇头 苦笑道 看来以后的日子 没得消停了 哎 既来之则安置吧 这一日 江玉来到了一个地势高的山顶处 开启天眼眺望着屠山 屠山的气韵之响 顿时显现在江玉眼前 其祥和的样子 一时让江玉以为是自己饮花了 片刻后 江玉的目光落在了东南方 一处不起眼的山谷处 那山谷隐于连绵不断的山脉之中 看似平平无奇 可在江玉天眼洞开之下 却看到这山谷之中 有幽幽清白之光 只是一眼看去 便有着沁入骨髓的森寒 江玉心中明了 幽明气 因火煞 此地是那极煞之地 可江玉又看向山谷四周 凝重地沉生道 这种周围的山川大事 绝无可能孕育出此等极煞之地 此地并非先天 难道是人为 想到此 江玉心头砰砰直跳 隐隐约约猜测道 此地极有可能就是 涂山兰隐急发作时的 闭关之地 他隐急发作之时 一身妖力一散 可涂山兰妖力太强 哪怕散出体外 也凝而不散 久而久之 便在此地形成了击煞地 这里足够自己布置一番风水局 可做自己日后自保的手段 正当江玉高兴之际 一艘黄金巨舟 缓缓向涂山舍 而在江玉的天眼中 这艘黄金巨舟之内 却弥漫着一股浓郁的妖邪之气 涂山住风 狐仙殿内 涂山兰正端坐殿上 翻看着手中小侧 这时殿外仪士女走了进来 跪在殿前 禀告道 尊上 大荒士族金巫少主求见 涂山兰手中一顿 还未开口 身边的奉剑奴轻声道 主人 大荒士族速来桀骜 不予寻常妖族为伍 此次前来 恐怕未必还好意 是否需要属下 还未等奉剑奴说完 涂山兰打断了她的话 淡淡道 是我传信大荒士族 让他们来的 奉剑奴顿时有些疑惑 开口询问道 大荒士族 乃荒谷之寿聚而成的士族 自尊上统治万妖国以来 就高度自治 向来不服从尊上的管制 尊上此次召他们前来涂山 又是合一 涂山兰并没有解释 只是不屑地冷哼一声 荒谷士族 已去把玉麒麟带上来 奉剑奴闻言 也是立即明白了缘由 便领命下去了 随后涂山兰又传令下去 让大荒士族进狐仙殿 片刻后 一个头戴金官 身着香精边衣袍的青年 带着一行众人走进了殿内 而此青年正是 大荒士族的金屋少主帝浩 在其右手边的老者名为蛇老 被派来协助帝浩出访涂山 大荒士族的使团来到殿下 众人纷纷跪拜 恭敬喊道 见过天魔主 而帝浩只是拱手欠身道 天魔主大人 无奈 他本想抱上家门身份 可还不等说完 却被涂山兰打断 放肆 谁允许你见本座而不跪 猛然间却有一股滔天之势 朝他身体压来 瞬间就让帝浩脸色苍白 心中生气无边的恐惧 随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一时间惊骇 羞怒 愤恨 种种情绪涌上帝浩心头 帝浩朝着涂山兰怒视而去 涂山兰只是冷冷贴了他一眼开口道 怎么了 有意义 这时一边对着的蛇佬立即劝警道 圣子 天魔主大人当面行义里又何妨 随后又恭敬地向涂山兰问道 不知天魔主所言 麒麟圣子在何处 可惜我族圣人练功正在要紧处 无法亲自前来 只好派我跟金屋圣子前来迎接 涂山兰淡淡地向殿外说道 带上来吧 交给他们 只见奉剑奴怀中抱着小山君 从外面缓缓走了进来 蛇佬从奉剑奴手中接过小山君 满脸惊喜地说道 这 蛇佬看着小山君激动到几乎癫狂 举起小山君高声喝倒 天佑我族 天佑我族 小山君被面前的老者吓得一脸蒙逼 只好任由老者举着 涂山兰对大荒士族的激动并不感兴趣 只是冷冷地说道 本座已将这玉麒麟交与你等 回去之后 与那蛮子说一声 莫要忘了答应本座之事 说完便要离开 身后的蛇佬立即说道 尊上且慢 尊上所托话语 老朽定然带给我族圣人 不过我等登临涂山 除了迎接麒麟圣子之外 还有一事 涂山兰停下脚步 回首问道 何事 蛇佬微微一笑 伸手一挥 一口口装满金银珠宝的箱子 自他袖中飞出落在大殿内 涂山兰看着面前的箱子 不由得错愕问道 这是何意 蛇佬恭敬回道 这些宝箱皆是西式珍宝 乃是我族的一点诚意 只因 听闻尊上尚未烘沛 纵观万妖国百世族 青年才俊中 唯有我家少主帝豪 能与尊上相平 今日我等斗胆 特来涂山提亲 还未等涂山兰说话 身边的奉剑奴文言 瞬间没了平时的温柔 柳眉竖起 鹤骂道 大胆 你怎敢当着我家主人的面 说出如此无礼的愉悦之语 蛇佬丝毫不畏惧地说道 男为婚女为嫁 怎能算是无礼 这时涂山兰看向帝豪 向前一步 淡淡道 本座与你年岁相仿 如今妖族大盛之中 人僵硬 之物的说不出话 涂山兰再向前一步 开口道 本座乃是涂山之主 万妖国国君 寻妖臣服 士族为臣 以又以和身份 帝豪感受到涂山兰扑面而来的威压 顿时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涂山兰再次开口道 本座定喊妖之祸 敢欲外邪魔万千 杀伐并乱世 以又有何功绩 帝豪再也承受不住涂山兰的威压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不敢看向涂山兰 涂山兰眼如寒霜 回首看向贵妇在地的地号 缓缓开口道 莫说我现在已有夫君 就算没有 凭你 也配 三崖山 茅庐之内 江玉狠狠地打了个喷嚏 小和尚歪了歪脑袋 看向江玉问道 先生病了 江玉兴兴道 许是有人背后骂我 江玉也没有多想 收回思绪 目光很快落在眼前 在他面前 有三个小妖 正战战兢兢地站在他面前 一只蛇妖 一只山鸡精 一只兔子精 这时可乐眼巴巴地问道 师父 谁骂你 咱先不管 今日三只卦的任务完成了没 江玉并没有看到 小和尚眼中急切之意 随口说道 完成了 多亏了花奴送的这三只小妖 话音刚落 就看可乐小和尚眼疾手快 一把抱过山鸡精 皮溜着就往院外跑去 江玉立即大喊道 助手 随后挑了他的脑袋 笑骂了 拜托 这位鸡哥已经开了痣 可不是食物 杀而食之 可是会沾染业力的 随后江玉将三个小妖带回院子里 对他们说道 今日 我送你们一桩造化 说完 江玉伸出右手 竖指念叨 紫霄天太虚真君 下一刻 一便骤起 只见江玉身前屡屡清烟 凝聚成一本书册的模样 册封写着一行陡大的古转字 先天造化精 随后 江玉便将其中经文奥妙 缓缓说于三个小妖 没多大功夫后 江玉收起竹筒 开口道 如何 是不是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以三位的才智 应该以得其中要领了吧 嗯 一句没听懂是吧 我觉得还是让他们下锅吧 屠山九压风 待客店内 一个茶盏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摔个粉碎 随后传来帝号恼羞的声音 我乃堂堂大慌少主 他竟敢看不起我 岂有此理 蛇老在一旁安慰道 少主稍安勿躁 眼下和亲之事难成 可吞噬天魔主本源之事 却未必不能成 帝号目录惊异 询问道 何解 蛇老缓缓开口道 少主有所不知 天魔主虽为旷世其女子 一身修为 连我族圣人都不敢轻视 但是 每逢月圆之夜 他便会修为尽师 神志消退 而那时 便是少主夺取天魔主本源的最佳时机 帝号眉头一挑 激动地说道 此事当真 可有十足的把握 蛇老哼笑一声 这世间哪有十足把握之事 这次麒麟圣子受到我族圣人如此拥戴 想必回归之后 必动摇您的少主之位 如若此事不成 纵然回了大荒 少主的少主之位可还能保住 帝号文言沉默片刻后 恶狠地说道 富贵显中求 如此一来 便等到十天之后的月圆之夜吧 这日清晨 是花奴走进狐仙殿 看到枯坐在王座之上的屠山兰 屠山兰手脱下巴 额头青筋隐隐抱起 忍着怒问了一句 人呢 人都去哪了 我需要一个解释 今日本该是屠山重要汇报工作的日子 可此时大殿内外冷冷清清 是花奴尴尬地回道 若是属下没有猜错的话 他们应该都去三崖峰了 屠山兰脸上闪过一丝疑惑道 三崖峰 是花奴提醒道 三崖峰是关押那人族挂尸的地方 屠山兰黑着脸问道 他们去三崖峰做什么 是花奴表情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吞吐地说道 听说 是在听江玉讲道 屠山兰文言惊愕不已 不解地说道 一群大妖乃至妖王 去听一个八品筑机道士讲道 此时此刻 三崖峰外 一副车水马龙之景 山脚下摆放着两张桌子 原本负责看守江玉的两名守卫 此刻正坐在桌后 拿着毛笔登记名册 这时小和尚可乐 在妖族守卫耳边说了一些什么 那妖族守卫听完可乐的话之后 从桌子底下 拿起一块写着告清二字的木牌 竖在桌上 对着排队的重要大声喊道 江先生下午场的讲道名额已经慢 朱卫明儿请早来排队 今日就请先回吧 顿时一片怨声在道 而在妖群中 一道声音怒道 依我看 这江玉不过是弄虚作假 孤名调域之辈 来此造访者 多是想巴戒这位未来王夫 尽是些溜须拍马之辈 说话的不是旁人 正是大荒使团中的金屋少主帝号 他的这一番牢骚 顿时引起周围妖怪的不满 一名阳精化作的老头反驳道 此言差矣 你可知江先生一日之间 便让三名九品小妖 开口说了话 帝号顿时错愕 刚想反驳不可能 周围的妖族也是插嘴道 江先生自然不是凡人 否则怎可能入得了尊上的法眼 尊上看重的人 绝对非同一般 正当帝号想要说话之时 猛然发现周围嘻嘻嚷嚷的声音 在一瞬间戛然而止 帝号立即向身后看去 只见涂山蓝面如寒霜 煞气腾腾地朝着三牙风入口而去 山道入口的两位守卫 正美滋滋地点着礼物时 突然间一道阴影笼罩 守卫头也不抬得不耐道 今日名额已满 若是想听江先生讲道 明日晴早 下一刻 一道冰冷的声音 在两位守卫耳边响起 哦 是吗 正在鼠前的两位守卫 手上动作一顿 战战兢兢地抬起头 看清来人后 吓得浑身哆嗦的跪倒在地 尊 尊上 蒲山蓝冷着脸道 带本座去会议会那江玉 再定而等之罪 愿中 江玉坐在青石之上 在其座下是一块块蒲团 蒲团上坐着体型不一 种族各异的大妖们 正当江玉为大妖推演天命之时 至今的砰的一声 院门破碎 涂山蓝从外面缓缓走了进来 下一秒 涂山蓝脸色一冷 喝道 都给我滚 院中大妖立刻连滚带爬 纷纷逃离了院中 片刻后院中就只剩下了江玉和涂山蓝 以及侍奉在涂山蓝身后的石花奴 还未等江玉开口说话 涂山蓝自顾自挑了块蒲团 潭膝坐下 然后看向江玉说道 听闻你讲经讲得好 不妨给我也讲一讲 江玉挠了挠后脑勺 刚想要开口推辞 就听到涂山蓝说道 若是不愿讲经 那便也不用讲了 涂山蓝竟是没有强迫自己 这让江玉很是意外 可涂山蓝下一句话 却让江玉心都凉透了 只见涂山蓝伸手一指江玉 对一旁的是花奴命令道 花奴 将她舌头拔了 江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麻溜地坐回轻石之上 立即开口说道 我讲 随后江玉深吸一口气 右手成剑只在眉心之处 心中默念自己的神道尊号 江玉又看向涂山蓝 微微一笑从容道 尊上乃妖族大圣 开辟了自己的修行道 寻常心法心得皆是无用 那在下便讲一讲旁门 话音一落 江玉开始了她的讲经 所言之物 无所不包 无所不容 整个过程足足花费了两个时辰 这时涂山蓝突然开口道 你如此无所顾忌地 将神骁公至宝 先天造化经拿出来 就不怕我抢了去吗 可江玉却浑然不在意地摆了摆手说道 此经本体已于神道天相容 华为虚无之物 我不过以寝神之术照来投影 如何会被抢去 严刑拷打或是对我搜魂也是无用 这先天造化经 我虽随时可以看 但是其上内容 我一篇也记不 涂山蓝疑惑地问道 为何 江玉慵懒地回道 上面纵然记载了三千大道 可无疑是我修身立命之道 学来作甚 江玉心中则是不懈地想道 自己替人推演天命 就可以获得修为术法 何必去苦修呢 有金手指不报 那不是大傻叉吗 涂山蓝沉默片刻 说道 我若杀了你 那不出事的神霄宫 是不是会倾巢而动 江玉意识喜上眉梢 开口道 那不如 还没等江玉说完 就又听涂山蓝说道 不过无妨 神霄宫杀不到涂山来 这世间也无人能让本座让步 说完涂山蓝便要离开 只是临走之时 对江玉警告道 今日之后 不会再有人来打搅你 剑奴会在三崖峰驻守 你若有事 可以找他 江玉自是明白 涂山蓝防着自己 只好皮笑若不笑地拱手回到 是 眼看着涂山蓝的身影 消失在山道 江玉这才起身 回到自己的屋中 然后从床铺下面拖出一口箱子 打开箱子 露出里面的东西 箱子里琳琅满目地摆放了不少东西 看似都是些杂物 之间也毫无关联 而这些却是江玉布置风水局的所需之物 原本剩下之物 皆可从大妖那里获取到 可现在涂山蓝安排奉剑弩水山 不由得让江玉犯愁了起来 就在这时 窗门传来嘟嘟敲打的声音 江玉原本以为 是小和尚可乐回来了 可推开窗子一看 一只毛发雪白的小狐狸 正站在窗子边探头进来 小狐狸熟络地和江玉打着招呼 嗨 江湖骗子 下一秒 江玉面无表情地把窗门关上 留下窗外的小狐狸一脸浓逼 片刻之后 窗外传来小狐狸气急败坏的声音 你这混账 竟敢把姑奶奶拒之门外 江玉不耐地说道 你走吧 你阿子不让我跟其他女人说话 窗外的小狐狸文言一正 疑惑地问道 阿子原来这么善妒啊 不对 这个其他的女人是包括我在内的吗 最终江玉还是将涂山宁放了进来 涂山宁蹲坐在江玉面前 一脸严肃地说道 那个 未来姐夫 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江玉双手交叉于胸前 说道 坐肾 涂山宁委屈巴巴地说道 这些日子 你在涂山的事我都听说了 我那些族人想见你 我们住的地方不是那么容易出来 我说我见过你 可是他们不信 还说阿宁是个大骗子 江玉顿时明白了 难怪自己这些日子讲经传道 从未见过其他胡族 随后对涂山宁问道 所以你想让我去给你们讲经 涂山宁点头承认下来 用爪子拍了拍江玉大腿 一搏云天地说道 你安心替我办事 我定不会亏待你的 有我罩着你 这涂山没人敢惹你 江玉将涂山宁小爪子从腿上挪开 无奈地说道 便是我想答应你 现在也是不行 你阿子刚刚来过 你也快走吧 等下奉剑奴来了 你想下山趴是都难 可涂山宁闻言非但不拒 反而拍了拍胸脯 得意洋洋地说道 剑奴发现不了我 这整个涂山 要是我想藏起来 我阿子都找不到我 他话音刚落 身影渐渐消失在了江玉面前 江玉本以为只是什么障眼法 突然间后脑勺一疼 被涂山宁用爪子狠狠拍了一下 江玉双指并肩 指尖划过双眸 鹤道 天眼 开 可当他看向室内之时 却错愕地发现屋内空空荡荡 压根没有涂山宁的踪迹 走了 正当江玉犯嘀咕的时候 身旁冷不丁响起涂山宁的声音 没走 怎么样 江玉看着面前得意洋洋的涂山宁 嘖嘖撑其道 怎么做到的 涂山宁骄傲地说道 阿子怕我出意外 给了我一件先祖留下的宝贝护身 江玉再次问道 什么宝贝这么厉害 涂山宁刚想要回答 就反应过来了 不善地看向江玉说道 怎么可能告诉你 你当阿宁是傻狐狸吗 江玉故意装出鄙夷的样子说道 定是吹牛 你阿子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找不到呢 涂山宁最不喜欢别人说他吹牛 立即辩解道 阿宁才没有吹牛 我都偷偷去阿子寝殿好几次了 阿子也没发现我 江玉闻言 顿时心头火热起来 连忙问道 要我去为你们讲经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你那阿子脾气火爆 要是让他知道 我擅自离开这儿 我的下场会很惨 不过 江玉突然拉长音 而涂山宁立刻竖起耳朵 来了精神地看着江玉 江玉凑到涂山宁耳边 神秘兮兮兮地说道 你若是帮我一点小忙 那我冒着被你阿子惩罚一顿的风险 随你去一趟 也不是不可以 当天晚上 涂山宁从江玉屋中出来时候 口中闲着一个小包袱 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后 身影渐渐消失在黑夜之中 数日之后的一天夜里 江玉正福安画着八卦阵图 唯独深安风水局的高人 才会知道江玉画的究竟是什么 正是风水局 沙阵八凶法阵 涂山主峰 狐仙殿外 树木间缠名阵阵 可下一刻 一股寒气侵袭而来 冰霜顺着树根蜿蜒而上 就连趴伏在树干上的茶 都被冻成了冰雕 此时此刻的狐仙殿 肉眼所及之处 便是大殿之内的涂山兰 涂山兰坐在一张暖鱼床榻上 体内真元不受控制的一散而出 化作那无边的寒气 奉剑奴和世花奴二人 此时正守卫在他的身边 不知道过了多久 涂山兰那缓缓睁开眼眸 吐出一口寒气 从床榻上下来 一双狱卒踩在地面上时 整个地板都结出了一层薄冰 涂山兰淡淡地对着两人说道 去那边吧 虽然未提及那边是哪 可奉剑奴和世花奴心里都很清楚 纷纷低下头鹰声道 是 三人自狐仙殿内出来 很快便来到了一处山谷之中 当涂山兰踏进此地 突然眉头紧促 目光疑惑地看向周围 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萦绕在他的心头 涂山兰散开神石 扫了一遍周围 却无任何异常 不由地尼南道 难道是自己多疑了 随后涂山兰收回神石 伸出右手 只见一股粉光打向石壁之神 那原本空无一物得失壁 竟是向两旁挪开 一个非区区的洞口露了出来 涂山兰交代一句 为我护道 便从容地步入山洞之内 就在山谷外步远处 江玉已经是一身冷汗 刚光涂山兰朝这边望了一眼 让他险些以为自己暴露了踪迹 然后江玉不由地看了一眼 怀中的涂山宁 这涂山宁身上得宝物果然玄奇 涂山宁也显然对于出现在山谷中的 涂山兰几人很是诧异 斜着眼仰头看着江玉问道 阿子怎么在这儿 二奴也在 江湖骗子 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江玉一惊 连忙捂住了他的嘴 压低声音说道 小点声 奉剑奴就在那儿 若是被他听到 咱俩可就惨了 涂山宁比一道 胆子真小 放心 奉剑奴听不到 他们发现不了我们 可江玉目光不经意撇向山谷那边 看到的一幕 让他瞬间汗毛利起 惊恐地说道 你 你确定 你往那边看看呢 只见那原本盘西坐在山谷中的奉剑奴 不知何时站起身 手中剑侠打开 一柄古朴的青鸿古剑 被他握在手中 奉剑奴手指斩焰 煞气冲天而起 那森寒的目光所及之处 正是江玉这一人一壶藏身之处 涂山宁也是六神无主 都快哭了出来 什么 难道被发现了 可还没等他们做出 一道剑气直冲百里 离开地面 漫天烟尘扬起 轰然而至 可那道剑气 却并非冲着江玉他们而来 而是披在了 离他尚有数十丈远的地方 漫天烟尘尚未落地 却从中传来一道尖锐刺耳的惨叫 江玉瞳孔陡然一缩 猛地扭头看向后方 带到尘埃落地 引绰绰数十道人影 方才显现真身 为首的 正是那金屋少主地号 小白狐看了看那边 则舌道 这些人真是阴魂不散 江玉闻言一正 问道 已认得这伙人 涂山凝碎了一口 不懈地说道 他们是大荒欲来的使团 为首那个听说是什么少主 就那样还想跟我阿子提亲呢 呸 还不如江湖骗子你 江玉脸色微沉 看来并非只有自己一人 想在涂山蓝影集发作时刻事情 只不过涂山蓝身患影集之事 乃是隐秘 这些人哪来的消息 黑袍老朵节节怪笑的 玄剑军记守护在此 看来老朵得来的消息不假 尊尚可是在此地闭关 是花奴眼神之中满是愤怒 凌然道 华蛇 你好大的胆子 你如何获知尊上隐集之事 你们何时与那人族卦师勾结 知晓涂山蓝影集之事 整个涂山不超过五人 是花奴也是瞬间便怀疑到了江玉 躲在暗处的江玉 听到此话 险些没跳出来骂娘 可还没等自己抱怨 就看见涂山宁一脸不善地看着自己 冷冷道 你连和外族害阿子 江玉一口否决 怎么可能 我可是你姐夫 帝号并没有在意是花奴口中的什么人族卦师 只是发出几声尖锐刺耳的怪笑道 事到如今 问这个还有一亿 待我窃取了天魔祖的真元 红领图山 再与两位美人好好聊聊 是花奴闻言 双眸微靡 不懈地说道 想得确实挺美 不过还是建议少主大人 先在二奴手下活过今晚吧 说完 是花奴抬起右手打了一个响指 沉声道 龙藤 只见那帝号长下 瞬间生长出一根根巨藤 将帝号等人牢牢地困住 帝号看着将自己捆住的藤蔓 须去魔藤也想困住我金屋少主吗 说着举起右手 生出熊熊烈火灼烧着藤蔓 可下一秒 帝号立即察觉到 那猿狗站在石花奴边的凤剑奴 不知道何时 已然来到了自己的身后 凤剑奴手持斩焰 狠狠地横斩向帝号等人 除了帝号和蛇佬 做了那犀利的剑气 那其余的侍卫 全部被斩杀于剑气之下 还未等帝号落地站稳 就看见凤剑奴再次实践向自己杀来 就在这时 那之前升空的蛇佬 瞬间化作宝泛怪蛇 将凤剑奴吞入口中 哼 撞向地面 帝号见此一幕 立即惊喜道 蛇佬 干得好 而一旁的石花奴只是冷冷的哼笑 脸上却没有任何担忧之死 浓烟散去 那怪蛇所在的位置 传来凤剑奴淡淡的声音 老前辈 挺有活力吗 怪蛇听到此声音 心头一震 瞳孔陡然一缩 众人以为 被怪蛇吞入口中的凤剑奴 此时正毫发无损地 站在那怪蛇头颅之上 下一秒 凤剑奴一跃而起 伤心 怪蛇的头颅 倒倒剑气 又将怪蛇来摸一摸 那怪蛇缩表长满 大小不一的脓包 冲天的腥臭味 弥漫整个空间 怪蛇的树童之中 满是难以置信 你难道 我明白了 难道你已经摸到了那个门槛 凤剑奴并不作答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怪蛇突然口中吐出一面镜子 发出凄厉的笑声 缓缓说道 退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 差一步便是差一步 今日你护不住你的主角 请无主显胜 那面镜子 有一只紧闭的眼瞳 竟在此时缓缓睁开 整个眼球无黑白之分 竟是一片血红 镜前的凤剑奴 双眸中失去了光彩 呆立在那一动不动 不远处的江玉和屠山宁 看见这一幕 皆是面露凝重之色 知晓凤剑奴被镜中的血眼 入侵了一时 正在一点一点夺取他的灵魂 忽然一声一响 引起江玉和屠山宁的注意 只见世花奴在看到凤剑奴被控制之后 有无数的藤蔓 自他足下蔓延而出 想要从幻境中唤醒凤剑奴 金屋少主帝号 自然也看出了他的意图 怎会让其轻松地救出凤剑奴 帝号右手升起熊熊火焰 对着世花奴的方向喷射而出 瞬间火球就来到了世花奴的面前 将其完全吞噬 凤剑奴这边 此刻一时进入到一片虚幻的空间内 在这虚空之地 有一座连台 散发着光芒 无数的光点自四面八方而来 最终汇聚在连台之上 凝聚出了一具人影来 那道人影缓缓开口道 堂堂玄剑军 为奴千载 你可甘心 而回应他的 只有一道灵力的剑光 可这一剑斩落 那道人影只是虚幻一阵 便再次凝聚往好如初 人形光影笑道 玄剑军何必动怒 若是心甘情愿为奴为弊 你又怎么会在此见到我 这世间想见我而不得者 不知反己 唯有心魔深重者 才有机缘见我 奉剑奴闻言持剑而立 面如冰霜 冷冷道 你是何人 人形光影轻笑道 你可以称我为靖先生 境外 士花奴在危机时刻 用粗大的藤蔓 在自己面前形成一道墙体 虽然墙体抵挡住了帝号的火球 可是花奴依然遭受重创 士花奴在二奴中 本就不是主打战斗力 自身又属木 那金屋属火 自然被天克 奉剑奴被控制之后 这场战斗的胜负 似乎已是注定了 帝号看到士花奴 竟抵挡住了自己的攻击 面露狠色 对身后的手下怒喝道 我说你们还要躺到什么时候啊 速战速决 全都显露真身 帝号话音刚落 那之前被奉剑奴击杀的重腰 竟在此时慢慢起身 化作一只只奇形怪状的荒兽 然后前扑后继地朝着士花奴攻去 士花奴见到这一幕 心中一顿 了然道 原来如此 看来你们早已就把二奴算计在内 卑鄙的小人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 话音一落 士花奴身边再次蔓延出无数的藤蔓 像扑来的荒兽攻击 看到普通的荒兽 根本无法短时间击杀士花奴 那早已偷偷恢复过来的怪蛇 趁机来到士花奴身后 张开血骨打口 一股股黑烟自口中倾吐而出 虽然士花奴反应过来后 用藤蔓阻挡住了蛇毒 但是藤蔓连接着士花奴的灵力本源 蛇毒也沿着藤蔓侵入到了士花奴的身体内 还没等士花奴做出反应 一道火球再次向自己袭来 本就身负重伤的是花奴 此时又身中蛇毒 再也无力抵挡住袭来的火球 下一秒巨大的火球 就将士花奴湮灭在其中 火球内传来士花奴惨烈的叫喊声 另一边 江玉阻拦住想要出去救人的屠山宁 沉生道 不能去 你不明白吗 我们明着冲出去 等于找死 但是江玉也知道 如果再不出手 那士花奴真的就要被帝号等人击杀了 内心挣扎片刻后 知道自己只能用那个了 帝号和蛇老看到士花奴以无反抗之力 想要趁机将士花奴击杀 然后再去寻找天魔主 夺取其本源 就在此时 江玉双手并指 口中面道 临兵斗者 接猎阵前行 八胸法阵 其 随着江玉声音落地 山谷周围冲天而起八道光柱 这突然间的异变 也让帝号动作一顿 面露疑惑地看向四周 那八道光柱自空中互相纠缠 竟是形成了一个光照 笼罩住了整片山谷 随后大量的白雾侵蚀而来 大量的白雾 也让帝号和蛇老等人迷失了方向 一时不知所措地呆棱在原地 图山宁饶有兴致地看着周围的白雾 泽泽称其道 江湖骗子 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啊 这个能见度下 花奴应该是得救了吧 江玉笑道 放心 是花奴暂时没有危险 这个阵法中 除了我 没有人能看得清 图山宁闻言大喜道 那太好了 咱们赶紧去找花奴他们吧 江玉回道 我恐怕无法现在陪你去找花奴 因为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处理 得罪了 说完 江玉将图山宁高高举起 像球一样朝着白雾之中投掷而去 随后江玉不理会身后图山宁咬牙切齿的声音 静止向山谷之内跑去 江玉刚进入山谷之内 一股凉意便从脚底板直冲脑门 整个人不由的机灵一醒 脚下地面早已凝结出一层又一层的冰晶 突然间 山洞内深处响起了一阵笑声 这声音倒也如银铃般好听 可江玉听得却是背后冷汗往外貌 因为她知道这声音 分明就是图山兰的声音 江玉心中不由地惆怅起来 若是图山兰还守得住心智 自己进去必死无疑 可江玉转念一想 但若是现在不走 等真澄清那天 自己左右还是个死 现在自己必须得进去 成败再次一举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江玉绕过一处拐角 原本空荡的山洞顿时有了变化 厚厚的冰块被凿成了一件件家具的模样 江玉站在入口处 有点不敢上前 因为她的对面 那张玉床之上正坐着一个女子 双足晃荡 两个毛茸茸的耳朵竖着 身后九尾摇印 摆弄着眼前的锅 江玉站了一小会 那女子似是有所感应 扭过头看了过来 江玉也在这一刻 看清了对方的样貌 一时间呼吸都为之一禀 因为对方赫然正是这万妖国国主天魔主图山兰 只是此刻的图山兰 状态似乎有些不对劲 她不似往常那般面如冰霜 漂亮的脸蛋小嘴微微张着 像个好奇宝宝一样看着江玉 江玉还在想着怎么开口时 突然间一根雪白的虎尾灵活地伸了过来 卷着她的腰部 修一下就腾飞了起来 江玉只觉一时眼花 等反应过来时 右半边脸被一片柔软包裹 江玉顿时傻眼 仰头看去 她竟被图山兰拽到床上 像个娃娃一样拥在了怀中 这香艳以你的一幕 可江玉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她感觉图山兰的身体 好似冰块一样 江玉心中暗道 难道这就是图山兰的影集吗 一旦发作便会丧失心智 犹如三四岁的孩童 看来赤红弹的推测果真不假 图山兰是一体双魂 祖魂是天魔主女魔头 刺魂就是现在看到的天真孩童 每月月圆之时 让刺魂掌控一夜的身体 就在这时 图山兰的眼神迷离了一阵 原本懵懂的神情变得清明 脸上的傻笑 看到自己怀中的江玉突然变了脸色 江玉心中顿时危机感油然而生 脸色瞬间一白 糟了 还没等江玉有所动作 图山兰猛的一副秀 一股俱力席卷住她的身子 随后砰的一声 就被重重地砸在了石窟冰墙之上 江玉勉强撑着身子 只觉得一股剧痛 从身体各处席卷而来 股脏庙颠倒身体都像是散架了一般 心中暗道 这女人想下死守 图山兰不知何时 从暖浴床上下 脸色飞红 眉间有凶煞之意 朝着江玉缓缓走来 冷冷道 谁准你涉足此地的 江玉看着走近的图山兰 正以为自己要到此为止时 图山兰突然间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 身体之中一股寒气陡然爆发出来 片刻后 图山兰身子晃了几下 瘫倒在地 原本清澈的眼神再次变得懵懂 冰山般的神情顷刻间化亮 看着倒地的江玉 图山兰语气呆萌地说道 宝儿 你怎么躺在地上了 地上可冷了 让我们到床上去吧 江玉面色异苦 不由得暗等 哦 上仓啊 如果我有罪 请用法律来制裁我 昏睡过去的江玉 只觉得身体一会冷一会热 像是有两股的暖流和寒流 源源不断地涌入自己的身体内 而且这两股力量 在自己的身体内相互制约抗衡 似乎有助于自己疗伤修行 江玉来不及纠结是哪位高人在帮助自己 眼下最重要的是疗养好自己的伤势 江玉体内真元调动 开始主动汲取两股真气 不知过了多久 江玉慢慢睁开双眼 感受到那两股真气 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还让自己小循环圆满 正是踏入七平坎一径 江玉刚想看看 究竟是哪位高人帮助自己时 却发现自己和涂山兰身上不着骗力 江玉顿时一个机灵 触电般的坐着身子向后退缩 脸上满是委屈道 你怎么没穿衣服 你究竟对我做了什么 人家原本还是个 还是个 涂山兰见她一时恢复 似乎是很高兴 说道 因为宝你一直喊热 我就给你脱掉了 我身上冰凉凉的 刚好给宝降温 不信的话 宝来摸摸看 听了涂山兰的话 江玉这才反应过来 刚才自己吸收的寒气 正是涂山兰溢散出来的妖圣晶元 而那暖流 则是由很多火精石打造的暖浴床 释放出来的火精之力 江玉想明白了此间关系 这才回过神来 为涂山兰穿好衣服 下一秒 涂山兰抱住江玉 嘴里兴奋道 讲故事讲故事 随后拿出一书册 这本书册上赫然写着 金瓶梅三个大字 一旁还写着一行小字 著作人 太虚真人 江玉老脸一红 尴尬地说道 这个故事 小孩不能听 而且这本是我闲来无事写的一本 你怎么也有收藏 可谓曾想 涂山兰文言眼中是泪 委屈地看着江玉说道 我不 我就要听这个 江玉看着涂山兰的样子 知道自己不给她讲 并不会善罢甘休 只好明智地选择屈服 随后江玉拿起那本金瓶梅念了起来 话说大宋年间 有一个风流子弟 父姓西门 当会一个庆字 不知过了多久 涂山兰已经趴着身子睡着了 江玉将手中侧子放下 手轻轻触碰了一下涂山兰的脸颊 嘴里喃喃道 故事很长 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是吧 天魔主大人 等你醒来 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在此之前 我必须施展那个术法才行 江玉脑海中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是否使用同命血气 江玉默默选择了试之后 系统再次响起目标魂魄过于强大 是否消耗天命点数 强行施展同命血气 江玉再次选择试后 就看见不断消耗上涨的天命点数 内心暗暗期的 一定要成功啊 片刻后 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 已成功通过天命积分绑定宿主 您的同命血气已绑定天魔主 听到提示音后 江玉面含笑意地看着怀中沉睡的屠山兰 嘴里小声道 辛苦啊 娘子 谢谢观看